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千亿已婚,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赵森森 第26章 临海之约 一天 南宫城想到 那天在南枝大学后门看到林玉琴和易天 当时他状态明明嗨到不行 你听到他跟我打电话还很高兴 不高兴啊 我看你挺高兴 林玉琴蒙了一会儿 顿时反应过来 你看到我了 什么时候 南宫城没有回答 林玉琴把那天的事情在大脑之中快速回放一遍 影像在他拉着一天高喊是自己男朋友的地方暂停 林玉琴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卡壳状态 你 你 你都看到了 说到这里 他们静默了起来 我那时是随口乱说的 我和易天不是的 室内太暗 林玉琴看不到南宫城的表情 心里更是气弱 你信吗 林玉琴等不及南宫城开口 又急匆匆地解释 我听了林芷儿跟你的电话 心情不好 然后易天正好站在旁边 还有小女孩跟她要电话号码 我就恶作剧的 对 我是恶作剧的 林玉琴半个身体都快从南宫城的身上撑起 她的手紧紧地抓住南宫城的衣服 努力解释 你可以问易天 我们真的是清白的 易天在那没比啊 啊 哦 林玉琴没有反应过来 为何 南宫城隐约记得 描手柱说她去的时候 还是很兴奋的样子 林玉琴呕了一声 就继续把脑袋埋回了南宫城的怀里 她逐渐习惯了这样的接触 并不抗拒 或许是从南宫城说完和林芷儿的关系之后 林玉琴的心房一下子撤开 对两个人之间的亲密 也不再有隔阂 林玉琴的反应 让南宫城觉得很满意 胸中连着几天的憋门 竟然瞬间消失得无踪 她的眼眸半眯 嘴角微微上高 在黑暗之中 没有显露出一丝的痕迹 南宫城对她和易天有误会 林玉琴也不会现在作死地 再去打听易天的动向 这种心绪和误会 更多的是基于两个人身份上的 巨大差距 其实 林玉琴咬了咬嘴唇 声音闷闷地说道 虽然我和你结婚 初中有些自私 可我还是个挺诚心的人 至少在这三年里 我不会虑你的 哎呀 干嘛 林玉琴的屁股上挨了一下 南宫城这么儒雅的人 居然能干出打屁股这件事 让林玉琴意料不到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什么叫三年里不会虑呀 那三年后就能虑了 嗯 对了 三年后我们就离婚了 是我措辞不到 男人应该对颜色类的说法比较敏感 林玉琴心想 屁股又挨了一下 哎 你干嘛 你干嘛又打我 林玉琴抗议的声音 如同小猫在喵屋 你欠打 我又没有说错 咱们的婚约本来就只有三年 这一下 打得比前两下都重 林玉琴的身体 硬居地缩了缩 南宫城也意识到打中了 赶紧又覆手揉了两下 林玉琴可不干了 莫名其妙地被脸打了三下屁股 用力地扯开南宫城的大掌 翻身下地 南宫城来不及拉她 只能由她滚跪在地上 又站起来 太欺负人了 获得自由的林玉琴愤愤地说 转身 小腿又撞在了沙发面前的茶几上 砰的一声 林玉琴还来不及呼通 办公室的门又被撞开 灯光大亮 南宫城的安保 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外 林玉琴被突如其来地破门而入 震得不知道做什么表情 她本来和南宫城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就已经很不好意思 再加上此时她发丝凌乱 身上衣服不齐 面颊还带着红韵 疾病他们现在依然是有夫妻关系 逗然被安保撞见 也尴尬地想要撞墙 出去吧 南宫城缓声 与站在门口的安保说道 安保点头 带门出去的时候 意外上连续被撞两次的木门 不堪重负 轰然一下 碎在了地上 安保保持手中拿着房门把守的动作 僵立在了门框边上 原先站在外面的保镖和安保听到声响 除了定点看哨的都挤进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玉琴看到门外瞬间涌入的密密麻麻的人头 又羞又愤 他知道南宫城出行 是会有保镖和安保的 可是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么大的阵仗 想到 刚才他和南宫城在办公室里的话 可能会被这么多人听到 他就想立刻从这里离开 你去哪里 南宫城挥手 让安保们离开 转头就看见林玉琴抓着外套 就往外走 我回家 我送你 我自己能回去 别闹 南宫城拉住了林玉琴的手 估着他 林玉琴拗不过他 只能任由南宫城带他出去 塞进车里 这是林玉琴第一次坐南宫城的车 与外面低调的黑色不同 包边细腻的白色内饰 一尘不染 靠坐上去 连座椅都是能让人陷进去的柔软 林玉琴天生喜欢柔软的东西 例如床 例如沙发 她都喜欢软的能团在里面的感觉 那种包裹的安全感 能给她前所未有的安心 所以 当林玉琴坐在后搜的时候 就舒服地挪不动屁股 可是心里又奇怪 以南宫城的形象 座椅总是那么柔软 总是觉得怪怪的 随后坐上来的南宫城 对上林玉琴怪异的眼神 微微转过头 沉着声音让司机开车 一路无话 天美公馆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林玉琴家的楼下 穿着灰色西装的苗手柱 胶着地站在车前 不时地看着手表 南宫城和林玉琴刚下车 苗手柱就赶紧过去 双手递了个黑色手机 给南宫城 林玉琴这些想起 这段时间来 南宫城的手机都没有响过 原来根本没有带在身上 南宫城潇洒地抬腕 邪谋扫过价格不菲的腕表 叹了一口气 转身 低声跟林玉琴说 你乖乖地上去睡觉 说吧 又回到了车里 车辆渐渐地滑出 描手住礼貌地 跟林玉琴道别之后 也快速坐进劳斯莱斯里 跟着南宫城的车儿去 林玉琴 默默地坐电梯上楼 掏出钥匙打开门 屋里竟是灯光璀璨 亮色光带 与团团樱花 产成大大小小的囚灯 在客厅里 蔓延成了一棵 闪闪发亮的樱花树 后后的樱花坛 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 如同走在林海的樱花大道上 林玉琴 呆愣地看着 目光落在墙上的挂钟上 零点零五分 她说 临海之约 一天 一天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 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儿 欢迎您收听 下一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二十七章 喝咖啡的阴谋 林玉琴没怎么睡好 心里还想着公司的事 和南工程的事 隔天一早 陈叔打电话来 说华天贸易突然撤诉 官司结束了 林玉琴心里的石头 放下了一半 又爬回了床上补眠 孙希的消息 正在这个时候 发了过来 许晴 一起喝咖啡吗 这是孙希许久以来 第一次主动联系的 林玉琴 把车停在了 咖啡厅的门口 她的那辆 马上拉地 吸睛得很 孙希坐在窗边 宠她招了招手 你论文结束了 林玉琴关切问道 差不多了吧 导致让我留校 我这几天正在考虑 孙希把桌子上的饮品单 递给了林玉琴 林玉琴点了一杯摩卡 孙希点了一杯苏格兰咖啡 苏格兰咖啡里是有酒的 林玉琴提醒孙希 我好歹也是大学生了 你别当我是未成年 好不好 孙希的脸上在笑 可是语气还是硬邦邦的 林玉琴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想到 孙希一直是这样的直脾气 也就没有多计较 二人在等咖啡的时候 陈雅和几个小姐妹 也退门进来 这家咖啡厅 距离他们就读大学很近 陈雅算是这里的常客 陈雅看到了林玉琴 过来打了一声招呼 说了几句 林玉琴自然是要把孙希 介绍给陈雅的 可是孙希看陈雅穿着普通 一脸学生气 只是口头上说了一句好 然后就再也没有多话 陈雅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就先回去跟小姐妹们 缩到一起去了 林玉琴也觉得不好意思 她一直没有觉得 孙希是个势力的女孩 她小康家庭出身 自小不缺父爱母爱 怎么也不像是 以貌取人之人呢 林玉琴起身 帮陈雅和她的小伙伴们 一人点了一杯冷脆 外加一块慕斯蛋糕 那些小女孩喜滋滋 一口一个姐姐 叫得特别甜 等林玉琴回到位子上的时候 两杯咖啡 已经齐齐整整地 摆在了桌子上 爱人喝咖啡的时候 又聊了两句 可是孙希的话 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多 还时不时地 会拿出手机来看 玉琴啊 林海会所怎么样 孙希突然问下林玉琴 啊 林玉琴放下了手上的咖啡杯 低声说了一句 挺好的 不是她不想多说 而是现在孙希那种疏离 又带有虚伪的态度 总是让她做不到坦诚相待 接着 两个人又是一阵沉默 嗯 听说林海会所的樱花 特别漂亮 孙希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里冒着星光 嗯 其实挺一般的 林玉琴对于林海会所 真的没什么好印象 孙希的脸慢慢僵硬起来 她早就想到 林玉琴不会跟她说实话 林海又英识难成一绝 到她嘴里就成了挺一般 正如南宫成那么优秀的男人 在林玉琴的嘴里 也是挺一般的 真想知道 对于林玉琴来说 不一般的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反正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去 随便你说了 孙希这话 说得明显带刺 林玉琴听出了孙希的不满 她低头 又抿了一口咖啡 今天摩卡的味道有些怪 似乎有点酒味 该不会是服务生 不小心把苏格兰咖啡里的威士忌 撒到她摩卡里了吧 相比起来 我觉得与琴你的运气 真是太好了 就因为八字合得上 你就能嫁进南宫家 南宫成不喜欢你又怎么样 她是南宫成啊 孙希还一句接着一句地说着 似乎在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林玉琴真的听不下去了 勉强喝完自己的咖啡 找了个借口就要走 孙希没有拦她 也没有留她 翘着腿 靠坐在沙发的扶手上 对着落地窗发呆 林玉琴心中有些悲凉 也有一些空空色色的感觉 这不是她第一次失去朋友 却是她第一次在努力尝试之后 还无法挽留朋友 她甚至都不知道 她和孙希的友谊 究竟断在什么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呢 好像自从她相亲对象 对她意图不轨的那个晚上开始 孙希态度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林玉琴根本没有往南宫城的方向想 她就跟很多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女孩一样 全心全意地信任一个人 却是没有想到 商人最重的 反而是那个掏心掏肺的人 林玉琴点亮了她的马沙拉蒂 刚坐到驾驶座上 系上安全带 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胶颈 在外面敲她窗户 林玉琴看到胶颈手中的酒精探测仪 配合地吹了一下 胶颈皱着眉头 看着手上仪器的竖直 但还是礼貌地说 请您先下车 怎么了 林玉琴很是奇怪 就算刚才喝的咖啡里 不小心撒了一些苏格兰咖啡 吹出的气应该也不会构成酒驾吧 可是看到检测书司的时候 林玉琴还是懵了 一百三十四 这是林玉琴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数字 甚至她现在神志非常地清晰 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醉了 孙希跨着自己YSL小包 从咖啡厅里走出来 走到了林玉琴和交警中间 林玉琴希望她解释一下 二人只是喝咖啡 并没有喝酒 可是没有想到 孙希直接说道 玉琴 不是我说你 我刚才就劝你别喝苏格兰咖啡 那里面可是有威士忌的 孙希的这番话 几乎就坐实了林玉琴 酒后驾车的事实 林玉琴真的想不到 她和孙希的关系 竟然已经恶化到孙希要栽赃她的程度 可是孙希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恨她呢 她到底做了什么 得罪了孙希的事情 交警客气地收走了林玉琴的驾照和行驶证 然后带着她去不远处的交警队处理 这个时候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孙希居然跟着林玉琴去了交警支队 全然不顾林玉琴的冷淡 还一路地虚寒问暖 各种照顾 这一下 林玉琴就更加看不清了 她乖乖地做完笔录之后 就坐在等待区 等处理结果 正在这时 描手住踏步进来 手上端着两杯热水的孙希 看到描手住激动地浑身发抖 她不由自主地 往描手住的身后张望 描手住没有管孙希的东张西望 只是看着林玉琴说道 太太 事情已经解决了 您跟我的车走 现在就走 孙希把手上的水杯扔在了地上 几乎是恼羞成怒的尖叫 连玉琴和描手住 都把视线落在了孙希的脸上 我 我的意思是 孙希意识到自己情绪 连忙低头 寻找措辞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上排行榜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二十八章 我是她的太太 孙小姐 还有其他事情吗 描手住第一次见孙希 就不喜欢这个女孩 眼睛飘得很 很没有定性 没什么 孙希摇着嘴唇说 这不是刑事案件吗 怎么 怎么 这姑娘 当男公家吃素的吗 描手住在心中冷笑 都不愿意和孙希多遂一句 向林玉琴摆了个请的姿势 既然没什么事 我自己回去好了 林玉琴摇里摇头 她从身后交警手里 拿回自己驾照和行驶证 并没有理睬孙希 或者是苗守住 自己往门外走去 林玉琴在交警大队门口 看到了门外 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没有车标 车型和颜色都很低调 林玉琴认识这辆车 她昨天晚上还坐过 林玉琴走过去 车窗缓缓地降下 露出了南宫城半侧的面孔 上车 南宫城 冠欲如沉的眼眸 斜斜投在林玉琴的身上 林玉琴低手 犹豫了一会儿 伸手拉开后车门 缩到了南宫城的身侧 中间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她刻意地让自己靠着门边坐 南宫城没有靠近她的动作 只跟司机说了一句 开车 又淡淡地加上一句 记者前代 牧师前方 都不像是在跟林玉琴说话 林玉琴还是乖乖地 把安全带扣好 车子慢慢驶离交紧大队 林玉琴在车中平稳地坐着 她在等着南宫城继续说话 可是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车里压迫感越来越大 林玉琴不由自主地 把手放在了衬衣领口 想要透口气 想到身边的南宫城 又缓缓地把手放下 那个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昨天始终刚过敲过零点 南宫城就离开了 就跟参加舞会的 仙度瑞拉一样 我没睡 南宫城放松了一会儿 抬手揉了揉眉心 哦 那你要不要睡一会儿 林玉琴说出这话就后悔了 果然是没话找话 在车里怎么睡啊 果然 南宫城侧头细细打量她 似乎在思索什么 你 你在想什么呀 林玉琴控制不住自己舌头 睡哪里 这里到我家不远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那么多房船 就没有能休息的地方吗 是啊 你说得对 对 对什么呀 没有睡觉的地方 南宫城让司机把车停好 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手机 塞在了林玉琴的手里 有电话的话 你帮我接 我接 我怎么说呀 是我在睡觉 哦 南宫城已经解开了安全带 枕在了林玉琴的腿上躺下 车内空间有限 南宫城长手长脚舒展不开 不过这并不影响 他在林玉琴的腿上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林玉琴吓得身子一缩 不过并没有抗拒南宫城的动作 只是心里暗自嘀咕了一句好重 电话不要漏接 有工作汇报 就按录音 南宫城闭上了眼睛 轻声地说道 可 可我怎么说呀 林玉琴很是紧张 我说是你秘书吗 我没有女秘书 南宫城的手勾住了她的腰 照实说好了 林玉琴心里 犹如千军万马一般的翻腾 不是隐婚吗 身边的苗守住 顾一生知道也就算了 还要照顾天下吗 林玉琴还来不及把前因后果想明白 手机开始震动 拿过来一看 林芷儿的名字亮在了屏幕上 林玉琴低头 看靠在自己腿上的南宫城 她闭着眼睛睡得正香 林玉琴真佩服这些睡眠质量优良的人 沾枕头就能睡着 她不是枕头 这个时候想这些干什么呢 林芷儿的电话 林玉琴本想挂断 不过手指点向红镜的一瞬间 就滑向了绿剑 成哥哥 你总算肯接我电话了 林玉琴还未应声 林芷儿带着嗲音的语调 就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成哥哥 下个月临时开股东会 你能来吗 林玉琴倾咳了一声 她不来 林芷儿的语调 瞬间变成了肃杀的冰冷 你是谁啊 成哥哥的手机怎么在你的手上 我是她太太 林玉琴觉得好笑 林芷儿居然没有听出自己声音吗 也是啊 在谭景华和林芷儿的眼中 自己一向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五年前离开林家之后 更是没什么联系的必要 林芷儿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换成了一副礼貌疏离的语调 不好意思 打错了 说吧 电话就挂断了 谭景华交出来的女儿 果然实实无得很呢 林玉琴心里一阵大大的畅快 她又记得 母亲第一次接到谭景华电话时的模样 浑身发抖 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她那时候太小 甚至不知道 拉住母亲的手 给母亲一点勇气 林玉琴放下了手机 屏幕还没有熄灭 林芷儿的微信进来 前面一套繁琐的废话 在最后带了一句 你留在我这里的 再往后的内容 因为自数限制就看不到了 林玉琴去点微信 确实跳出了索屏密码 林玉琴低头看南宫城 南宫城仍在沉睡之中 她并没有打扰她 而是把手机放到了一边 大概又是林芷儿的小心机吧 这种招式从小到大 见得还少吗 大概是真的把自己 当成了南宫城身边的女人 故意地放个烟雾弹 来挑拨林剑 原来林玉琴 一直以为林芷儿 是南宫城的女朋友 所以对林芷儿 和南宫城的来往 并没有太大的触动 可现在 南宫城明明已经否认 两个人的关系 但是林芷儿 还会给她打电话 发微信 就让人觉得不耻得很 林玉琴的思绪很快 被下一个电话打断 她接起 是工作电话 录完音后就把电话挂断 接着又是几个电话 除了工作电话 也有交际电话 甚至还有南宫家的几个长辈 听到林玉琴的声音 都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往下说 并没有多问 南宫城睡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就睁开了眼睛 她出行的时候 似乎对周遭的环境 很是陌生 可却在看到 拖着塞望着窗外 接电话的林玉琴时 微微笑了起来 林玉琴垂头看她 你醒了 你有双下巴 林玉琴连忙伸手 捂住自己下巴 下说什么 你这个角度看 谁都会有双下巴的 这不简单 南宫城起身 靠在了椅背上 用手指 把头发往后 梳拢了一下 不见得是吗 我就没有 南宫城说着 一手按开了 林玉琴的安全带扣 另外一手 勾着她肩膀 把她拉到了自己腿上 躺下来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 上排行榜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29章 老爷送的新婚礼物 林玉琴顺着惯性 躺倒在南宫城的腿上 隔着南宫城的西装裤 能感受到里面 线条流长的肌理 与她柔软的肩背 紧紧贴合 仰头的姿势 让人大脑缺氧 有些晕 所以南宫城刚才 能以这个姿势睡着 真是一个未解之谜 林玉琴 她也能看见 洁白的车底 以及那个 看不出表情的南宫城 南宫城的下巴 与脖子 有一个很好看的夹角 顺着流长的线条 是她的喉结 如同雕塑一般 或许连雕塑 都不会那么完美 林玉琴和南宫城 不止一次 有过亲密的接触 可是这样 直接躺在她腿上 却让她紧张得全身僵硬 她甚至能感受到 阵阵热流 一波一波钻进脖子里 痒痒的 空气安静了一会儿 林玉琴撑起了手肘 就要起来 南宫城松开了手 没有阻拦她 二人又隔开了一段距离 林玉琴低头拍了拍脸 雨光撇进南宫城 脱下了身上的西装 你干什么呀 会有点热 南宫城不动声色 望向窗外 把脱下的西装 搭在了自己腿上 过了五分钟 司机进到驾驶座 启动汽车 南宫城戴上了蓝牙耳机 听刚才遗漏的工作汇报 手指在手机上 快速地翻阅前提文件 新的电话也逐渐打进 不知不觉中 她开始进入工作模式 林氏集团 南宫城的工作电话 在林玉琴耳边滑过 她没有放心思 去听她在说什么 可是一闪而过的 林氏集团四个大字 却是挑起了林玉琴的神经 林玉琴身体不有自主地倾斜 视线也落下了南宫城的身上 南宫城注意到林玉琴的反应 继续接电话 股东会 安排公司的副总去就可以了 嗯 我个人占过 南宫城放下了电话 看向林玉琴 你老爷给的 这是肯定句 林玉琴连连摇头 林玉琴母亲 生前有一部分林氏的原始股 死后 林玉琴放弃了继承权 所以这部分股权 由他老爷继承 也不知道老爷怎么操作 在林玉琴婚后 这些股份 归到了林玉琴 和南宫城的名下 也有你的 你要去吗 南宫城又问道 林玉琴还是摇头 当初他放弃 继承那些股份 就是不想再跟林家 又丝毫联系 如今的林家 他都不愿意踏进 更别提林氏集团了 而且林氏集团 现在是林芷儿在主持 有了他之前做的那段事情 林玉琴就更不想 和林芷儿有任何的接触 南宫城想了想 在电话里跟助理说道 让唐宇去处理 唐家是林氏最大股东 唐家几个儿子 自然有林氏集团的股份 南宫城代替自己出席 实在妥铁不过的做法 其实按他的身份 不搭理这种小事 就当弃权好了 毕竟 他名下占股的公司 多如牛毛 如果每个公司的股东会 他都要参与 哪里能忙得过来呢 只是因为这些股份 是林玉琴的老爷给的 他老人家的面子 南宫城不能不给 南宫城没有多问 不代表林玉琴 不会打电话给老爷确认 老爷乐呵呵地表示 这些股份 是他给他和南宫城的新婚礼物 心意不能用价钱来衡量 我的小宝贝 怎么能空手嫁进南宫家呢 老爷的回答 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似乎林玉琴和南宫城 是正儿八经的结婚 而不是隐婚 林玉琴抱着手机 跟老爷嘀嘀咕咕说了一路 到天美公馆 也没有停下 隐约知道 南宫城跟他下车 心里还想 今天的南宫城 可真闲呢 到家门口的时候 林玉琴一手拿了电话 另外一手按指纹密码 才发现自己的手被某人一直拉着 林玉琴伸手拽了一下 南宫城也没有松手 只见他伸出另一只手 解开了密码锁 熟门熟路 就像是一起携手回家的夫妻 林玉琴的脸上有些发烧 在林海你说的哪些 南宫城站在门口 他的头几乎快顶到了门框 我当你没说过 我说了什么呀 林玉琴说完 陡然意识到 是他提出做使馆的事 可是南宫城这时 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林玉琴背贴着门框 身体开始发僵 南宫城勾着他的手 明显感觉到他身体的抗拒 子晴 之前我们并不是这样 是啊 林玉琴也察觉出了自己的别扭 明明在一个月之前 在他的认知之中 这件事情 还是再正常不过的 繁衍后代与爱情之间 并没有必要的联系 更何况 本来投的就是南宫家的承诺 就像是商场上的交易 可现在交易里 掺杂了不一样的东西 这种不纯粹的感觉 让林玉琴 有些看不清楚 两个人之间的事 他要旅约吗 要的 那和南宫城在一起 是再正常不够的事情 他喜欢和南宫城在一起吗 也喜欢的 那这跟他在一起啊 有什么好犹豫的 可偏偏两箱夹杂在一起 他却买不出那一步 当做交易吧 心绪 已经做不到之前的平静 当做情感吧 又被那交易 咳咽着 严格意义来说 我们才认识两个月吧 林玉琴脱口而出 即便他心里想的 不是这件事 两个月 嗯 其实 我的情感和身体 都没有做好准备 林玉琴侧头 看玄关墙壁上的梅花装饰 南宫城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尝到林玉琴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她 南宫城沉默黑的眉眼几乎拧到了一起 她唇色很淡 抿成了一条线 几乎与脸上皮肤化成了同一个颜色 林玉琴几乎可以遇见到南宫城的质疑 她赶紧低下了头 没敢再与南宫城对视 又不知隔了多久 林玉琴头上一皱 头发被一只温热的手掌 用力地揉乱 早点睡 南宫城几乎是蛮横地扣着她脑袋 靠到了自己胸口上 撞得林玉琴的额头有点疼 接着南宫城又快速放开她 转身离开 她的背影还是一如既往地挺拔潇洒 林玉琴的心里像是有什么坠落一样 瑟瑟地 说不清 也道不明 她想 或许是因为 她开始在意南宫城的想法了 她想知道南宫城 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她是怎么看自己的 她心里 自己是个为了报仇 随便谁都能嫁的人吗 林玉琴有些害怕 她不希望南宫城这样想的 可偏偏 她又问不出口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上排航榜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三十章 股东们的关爱 林玉琴到公司的时候 陈叔把林氏集团股东的邀请函 递到了她桌子上 邀请函上 附着会议议程 上面清楚地写着 要将水产业务 从林氏集团的主营业务中 剥离 林玉琴的老爷 经营的水产市场 长久以来 都是林氏集团最大的工业商 如果林氏集团 截断了水产业务 就表示 林玉琴老爷的水产市场 也会一并遭受牵连 现在的人都喜欢网购 或者去大型超市购买水产 传统的水产市场 早就无力为继 全靠几个客户撑着 一旦林氏集团停止输写 剩下的就是死亡 大小姐 董老爷在 是想着让您帮她一把 我怎么帮啊 去用这一点点的股份吗 林玉琴翻开了股东名册 她 南宫城 还有老爷加进来 一人一个点 总共就3%的股份 而且南宫城 已经委托唐宇 帮她表决 唐家是商人 从财务报表看 水产业务的确没有 房地产赚钱 他们作为股东 不可能不考虑这些 脱手有些情分 东老太爷的水产市场 当年帮了林总不少忙 陈叔 他林祥玉要是讲情犯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林玉琴的双手放在了太阳穴上 缓缓地揉着 要论起情犯 情分可大了 水产市场的老板千金 看上了一个小鱼饭 水产老板从来没有嫌弃过女婿什么 为女婿铺路找资源 最后才知道 父女俩的真心 都未进了白眼狼的肚子里 如今的女婿 更是要绝了丈人的后路 林祥玉这种人 跟他讲情犯 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 那可怎么办呢 太小姐 您还去吗 林玉琴的手指 碾在纸上 反复地刮蹭 这 就算什么也改变不了 也不能让这件事 就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林市集团总部 位于市中心的CBD 写字楼里来去匆匆的 都是正装笔挺的精英人士 即便如此 在林玉琴进来的时候 还是引来一众的侧目 阿海推开了旋转门 身后腹白胶小的女孩 穿着巴尔曼深灰色的套装 手拎小羊皮的编织手带 步履矫健地 踏入林市集团 富丽堂皇的大厅 光影 刺光洁的大理石地面 映射在林玉琴的脸上 溢出了闪闪的光辉 林玉琴注意到身边的人都在看她 红唇浅笑 颠倒众生 这就是阔别五年的林家大小姐吗 真是可憲可腰 眉梢之间 还透着洒爽的英气 林玉琴走进会议厅后 场面上认识的人就更多了 林市集团的老股东 都是看着林玉琴长大的 见她进来 或多或少 都打几句招呼 林玉琴和林祥玉 在唐门世家那场闹剧 人尽皆知 但是林玉琴离家出走这件事 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大家都以为 林玉琴是为林市集团 拓展货运业务的 可是最近有听说 林芷儿也要开家货运公司 大家不由得好奇 雨晴 芷儿也要开货运公司吗 这行赚钱不 不赚钱啊 我在海岸路上的公司破得很 就是一直没有钱翻修 林玉琴笑着说 那你们还做 问这个的是个世博 现在市场不景气 IT 新能源这些国家倡导的 倒是都能做做 也不是 国内货运的确饱和 不过国际段赚钱呢 哎 毕强 你们公司做过这段吗 另一个股东走过来问 林玉琴摇里摇头 国际段周多僧少 是一块肥肉 不过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的 哪有那么容易 南城到江城这片沿海的港口 一直都是南宫家的 说话的这个股东 又露出了略显神秘的表情 之前听说 江浩然想过来分为告 江浩然 周围一群股东嘖嘖称奇 那就是匹恶狼 听说那头南宫家 好与镇的焦头烂额 不过前几天不知怎么的 江浩然那边消停了 发生什么了 不清楚 说是南宫城亲自去江城摆平的 哦 是南宫城啊 说这话的股东 脸上发出了崇敬的光彩 年轻有为啊 才二十六吧 二十五 林玉琴顺口说道 结婚证上是有出生日期的 一群股东都流露出奇怪的神色 定定地看向了林玉琴 林玉琴意识到自己失言 抿嘴为自己解围 啊 网上都有呢 也是也是 现在网上什么都有 股东之间都相互笑着搭枪 一时竟找不到替代的话题 那个 南宫城结婚了吧 一个刚才都没怎么说话的股东 突然开口说道 这一群在林玉琴看来 都是叔伯辈的长辈 被这一句话都燃起了八卦之心 结婚了 没听说呀 是啊 南宫家娶亲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是谁 万家有三个女儿 是哪个 我听我客户说的 她是南宫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她也听说了 说夫妻两个感情很好 南宫太太还帮着接工作电话 哪家小姐不清楚 但是不姓万 林玉琴面红耳赤起来 咳咳 一开始说话的世伯股东 滴滴咳嗽了一声 还是那副神秘的表情 这事你们都不知道 但是雨晴你应该知道吧 我 我 林玉琴惊得退了一步 还没有回答 有个股东 又马上的接口说道 好像是纸儿 对吧 雨晴 世伯股东眉宇间夹杂着白色 面容慈祥地看向林玉琴 谭景华厉害之处就在于 当年她在林玉琴母亲死后 嫁给林祥玉 但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 在万人眼中 谭景华和林芷儿 是温柔与乖巧的代表 倒是林玉琴 更不懂人情事故 不是 林玉琴想都没想就说 是啊 要是林芷儿真嫁到南公家 老林肯定早就派起趟了 又有一个人跟着附和 各位叔叔伯伯 你们在聊什么呢 一声甜甜的脆响 林芷儿穿着一身 修身剪裁的西装衣裤 一扫过去 那甜美可人 俐落的就如同职场精英 芷儿来了 芷儿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是啊 在我印象中 芷儿还是个小女孩呢 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了 嗯 这次我进董事局 还要麻烦各位叔伯了 林芷儿乖巧地说 那是当然 你这几年在林芷儿的业绩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不进董事局 谁进董事局啊 徐伯股东疼爱地说道 说起来 玉琴 你打算什么时候进董事局啊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上排行榜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三十一章 要知道 唐家才是林氏最大的股东 忠然谈论到自己头上 林玉琴愣了一下 接着摇了摇头 我不想进董事局 主要是我比较笨了 所以要多学点东西 雨晴姐姐已经在商场拼搏这么多年了 当然看不上董事局的位置了 林芷儿笑颜咪咪地说 各位叔伯 会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过去吧 一众股东往会场安排好的座位走去 林玉琴没有理睬林芷儿 与她擦身而够 姐 林氏集团投资货运业务的这块内容 可要帮帮我 林芷儿的声音里还带着笑 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姑娘 这些我不关心 那你关心什么呀 对了 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 经营方针已经改在股东会后的董事会上讨论了 林芷儿伸出手 半挡住自己的嘴 取消也两项不赚钱的业务 这种小事不需要在董事会上表结纳 例如董家的水产市场 你 林玉琴愤恨地看向她 姐 你干嘛露出这副踩了尾巴的表情吗 林芷儿的唇脚勾起了一个明媚的弧度 你们是故意的 怎么不是呢 林芷儿看周边没有人 眉眼逐渐狠立起来 你不是说 永远不会踏见林家来吗 那你现在来这里 是来做什么呀 林玉琴看林芷儿一身光鲜亮丽的模样 俨然附加千金的姿态 也挺起了胸腾 我在不在这里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你们请我来的 就你手里那百分之一的股份 难道还想在我的地盘做主 林芷儿彻底的原形毕露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就是请你来看看 我们两个之间 到底是谁说了算 林玉琴握着手包的手指 都在颤抖 她一字一顿地说 林芷儿 你是不是忘了 在你进林家之前 你姓谭 林芷儿的脸刷得一下就白了 是谭锦华嫁进了林家 你才有了这个灵性 所以你真当自己是林家人吗 林家的一切 都是你的了吗 林玉琴向林芷儿逼近了几步 两个人的鼻尖几乎对在了一起 林芷儿的五官几乎扭曲在一起 她的身世是她最大的缺憾 没有人比林玉琴更清楚 而林玉琴要么不说 一说就抓痛楚 林玉琴看林芷儿的表情 心口畅快 这个每天都端得乖巧可爱的女人 其实也有猙獰的一面 你这个贱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林芷儿咬牙切齿 似乎有什么话 克制不住要从嘴里出来 两个孩子可真是要好啊 一见面就开始说悄悄话了 盘锦华冰冰凉凉 不紧不慢的音调 林玉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也正是这句话 成功地截断了林芷儿的话头 林芷儿转头看向谭锦华 张了张嘴 终于还是闭紧了嘴巴 老公 你说是吧 谭锦华挽着林祥玉的手臂 身穿一条素雅的衣子肩连衣裙 黑发盘起 长长的脖颈 如天鹅一样高地扬着 林芷玉板着脸 没有说话 既然 他们姐妹有话聊 会后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吧 谭锦华又温和地说 还扯了扯林祥玉的袖子 林祥玉哼了一声 谭锦华笑了起来 玉琴 今天你来 我真的很高兴 我是为了 董老爷子的水产市场是吗 谭锦华把视线从林祥玉的脸上 转到林玉琴的脸上 琥珀色的眸子 满是冰霜 我们总要为股东考虑 这件事 你父亲一直是反对的 可雨琴你要知道 唐家 才是我们林氏最大的股东 谭锦华四两拨千斤的 这把锅扔给了唐家 他有足够的自信 林玉琴不可能说服唐家 谭锦华听说 前段时间唐门市家那场风波 他也知道 林玉琴和唐家小儿子唐宇的交情 不过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特别的挑了今天 开股东会 今天是唐妇生日 他长期定居国外 生日那么大的事情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定是要回去住寿的 而唐家那几个副总早就被搞定了 这次股东会 基本就是林祥宇一言堂 好了 开会了 林祥宇摆出了一副大家长的姿态 制止了林玉琴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们真做得那么绝 今天我绝对不会让林芷儿进到董事局的 林玉琴目送三人得意的背影 言之凿凿的说 姐 你真能说 你凭什么反对 林芷儿仿佛听到笑话一样 就凭 你那一丢丢的不分 那又如何 我 话没有说完 原本已经紧闭的会议厅大门 怦然打开 在柔和的白色光运之中 一个身材奇长的年轻男人 款款走入 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 亚麻色的头发 更显得皮肤雪白 一张人畜无害的面孔 宛若天神一样 落在会场所有人的眼中 已经啰嗦的股东们 纷纷站起来 拍着手 往男人处走去 三少爷 您怎么过来了 离门最近的林祥玉 最先反应过来 一改刚才那副 冰山家长的脸孔 产妹切换得极为自如 点头哈腰 去拉唐宇的手 谭静华撞了一会儿 把头扭向唐家 已经到场的那个副总 副总连连摇头 也赶紧跟随了林祥玉的屁股后面 去跟唐宇打招呼 小少爷 大少爷是让我来 那个 哦 没事 你做你的事 我今天不是为了唐家的事 啊 不是为了唐家 那是为了谁呢 我替我大哥来的 不是我大哥 是我另一个大哥 唐宇看副总傻兮兮的面孔 郁闷地挠了挠头 我来晚了 登记的呢 啊 有 有 林祥玉给站在门口的秘书 使了个眼色 秘书赶紧地往外打电话 啊 雨晴 你也在啊 唐宇等得不耐烦了 看到林于晴 过来跟他打招呼 你是东家 给我安排个位子啊 林于晴心里想说 四季也是第一次来 那个 三少爷 我带您入座 林祥玉小心翼翼地 凑上钱来说 唐家虽然是 林氏集团大股东 不过 那么多年 都是几个副总联系 唐家人来参加股东会 还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 这次规格够不够 能不能伺候好 这位唐家少爷 没事 我和雨晴一起坐就好了 唐宇摆了摆手 小说林祥玉 没必要那么客气 不不不 三少爷 您是大股东 是要坐在那桌的 林祥玉的秘书连连摇头 我带您去 怎么事情这么多 唐宇纠结的皱眉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 上排行榜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三十二章 给他二十的股份吧 三少爷您鬼人多往事 这是大少爷定下的规矩 林祥玉看着唐宇皱眉 吓得快要跪下了 没有想到 唐宇再次转头 问下林云晴 你的股份很少吗 嗯 是的 他就只有百分之一 要让他和我坐一起 需要多少股份 唐宇转头 又问下了林祥玉 林祥玉并没有回答 他身边的秘书 赶紧上前说道 三少爷 无论是谁 要坐在那桌上 至少得有灵氏集团 十以上的股份才行 嗯 那给他二十吧 唐宇跟身侧的副总说道 副总腿软 小少爷 这个 有什么问题 转让股份 要股东会决议的 林祥玉小声地提醒 今天不就是股东会吗 有人反对吗 唐宇 问面前一大堆 低着头的股东 没人搭枪 这不就通过了吗 唐宇满不在乎地说 雨晴 跟我来一起坐 唐宇 你爸和你哥知道 你这么乱来 真的可以吗 林祥玉小声地问他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小事 唐宇摇了摇头 别说这一点点股份 就算把林祥买下来 我哥都不会放在心里的 林祥玉满头冷汗 唐家占了林祥集团 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即便经营权在林祥玉手上 又怎么样 只要唐家想 分分钟就能把他踢出局 唐宇现在心血来潮 随随便便 就给了林祥秦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再加上他原来有的 林祥秦手上的股份 竟然比林祥玉还多 谭景华不动声色地看着 拇指指尖掐进了肉中 三少爷怎么今天过来了 我听二少爷说 你们兄弟三个 要去给令尊祝寿 不是吗 谭景华想不出 哪里出了差错 我都到美国了 又被拉回来了 这不才从机场刚回来吗 唐宇语气里满是委屈 端起刚送上来的茶水 舔了一口 连连点头 这茶不错 香 这上好的名前壁罗春 怎么会差呢 林祥玉心想 总算马屁拍对了地方 三少爷喜欢 回头带一些回去 唐宇本想拒绝 却在这时 一个文件夹递了上来 南宫先生 这是股东登记名册 唐宇接过文件夹 正好迎上了一双 火辣的视线 是一个黑发飘逸的女孩 在二人相识之后 那个女孩仿佛受到了惊吓 不 不是南宫先生 南宫 唐宇歪头 满面的疑惑 他很确认 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再看这个女孩 衣着打扮 也不像是南宫城 那个层次的呀 怎么可能会认识 南宫城呢 啊 孙希 林玉琴很是奇怪 竟会在这里见到孙希 林玉琴 孙希像是见鬼一样 尖叫出声 你怎么在这儿 股东们都看向了孙希 和林玉琴的方向 玉琴 孙希是我们新招的实习生 怎么 你们认识 谭锦华不紧不慢地说着 这个世界真小 你说是吧 老公 哦 很巧 林祥玉 颇不耐烦地 跟孙希说道 会不会做事 当着三少爷的庙 大呼小叫 三少爷 唐宇 孙希默默地言了几遍 陡然想起 唐宇和林玉琴的少年交情 孙希也是听她讲过的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竟是这样的一副 俊朗如玉的长相 我是 唐宇表情默然地答应 又侧头看向了林玉琴 眼中疑惑更浓 孙希 把我姐明谢的股份改一下 刚才三少爷 把唐家所吃的百分之二十股份 准到我姐明下了 林芷儿开口都是工作的事情 仿佛对刚才孙希的行为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二十 孙希左右看了看林玉琴和唐宇 心中一直在叫嚣 为什么 凭什么 这个三少爷 真是有意思 林芷儿捂着嘴笑 就跟说玩笑一样 爸妈 你们看三少爷对我姐多好啊 说不定雨琴姐姐 还真能乌鸦边凤凰 嫁见唐家呢 要真是这样 爸 你一定特别高兴吧 这句话说完 赛苏的股东 把目光向唐宇方向头来 唐宇被看得全身发毛 她打了个机灵 林玉琴根本不想搭理 林芷儿无中生有的话 她注意到 孙希的抓着文件夹的手 在颤抖 表情也僵硬地 仿佛在拼命地忍耐 孙希 你怎么了 林玉琴往孙希的方向 靠近了几步 小声地问道 你这个骗子 你离我远点 孙希突然尖叫着 把手上的文件夹 往林玉琴的身上砸去 林玉琴站立不稳 向后倒下 身旁的唐宇 下意识地拖住林玉琴的背 虽然林玉琴刚一站稳 马上离开了唐宇的搀扶 可是那一瞬 还是被林芷儿拍下 并快速地发了一个朋友圈 孙希是被林氏集团保安 带离会场的 关上门的那一瞬间 孙希整个人 像是被黑暗吞没一样 她的肩膀塌得低低的 林玉琴的心理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自从上次酒驾的事情之后 她和孙希就再也没有联系 那是陷害 即便林玉琴不明白 孙希为什么这么干 孙希来林氏集团实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孙希也彻底明白了 两个人不可能再要交集 虽然因为孙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可并不影响股东会的继续进行 在林祥玉代表林氏集团 向股东说明上一年度 林氏集团的营收和利润之后 股东会的第一项议程开始了 就是选举林芷儿进董事会的议程 林氏集团章程约定 董事局有五名股东 大股东唐家可以推荐三名董事进董事局 其余的董事构成由股东会选举 唐家推荐的董事都是由唐门市家的副总 年初一名副总离职 推荐位一直空缺一人 林祥玉为这事吃不香睡不好 担心这就是为下一个 把他挤掉的人准备的 虽然他是林氏集团创始人 可是唐家才是最大股东 只要他们想 随时能把他赶出林氏集团 这也就是林祥玉和谭浅华拼命的 想让林芷儿进入董事会的原因 这样林家才能在核心层 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根据章程约定 如果唐家迟迟不推荐董事补足的名额 股东会可以再选举出一名董事 而林芷儿这一次 就是根据这一项约定 赞赏选举席的 一起参加的是林氏集团新招的总监 不过大家心里清楚 那位总监是陪着林芷儿走过场的 林祥玉和谭景华谋划了半天 就是想利用这个漏洞 跳开唐家 把林芷儿塞进董事局 可是这项打算 却在唐宇入城之后 变得诡谨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完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三十三章 亏损几十万 我们赔得起 林芸琴和唐宇坐在桌边 手上拿着林芷儿的竞选材料 林芷儿在台上 侃侃而谈 可是每每对上林芸琴 审视的眼神时 心里就是一阵阵的不舒服 董事参选 并不需要演讲拉票 这个环节是林芷儿临时加进去的 就是想当着所有股东的面 特别是林芸琴的面 来展现自己 无论林芸琴有多恨 多生气 她原来手上的那些股份 都不可能帮她翻盘 林芷儿就喜欢看林芸琴这副模样 这副不甘 愤怒 却是有无力阻止的模样 自小 她就喜欢 会让她有一种胜利的快乐 可是如今 原来没有一点能力的小透明 竟然成了占股百分之二十几的主要股东 更可怕的是 她身边坐着的 就是唐宇 看唐宇刚才对林芸琴的态度 林芸儿相信 只要林芸琴不同意 唐宇也可以不同意 林芸儿对董事局 对于唐家来说 本来就是一件没有任何利益增益的事情 即便唐宇这次出席 只是代表南宫城那百分之一的股份表决 可是如果唐宇没有点头 唐门世家的副总 怎么敢点头吗 现在整个林芸集团的走向 一下子变成了以林芸琴为主导 而林芸儿还是要按照原定的议程 来说完这一大堆的竞选演讲 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个跳梁小丑 我打断一下 林芸儿 你说你有信心在进入董事局之后 将林芸集团的营业额上提百分之二十 可是没有任何举措 你能具体说一下细节吗 林芸琴显然不想让林芸儿好过 她抛出了问题 林芸儿的这份报告错漏百出 文字与数据漂亮 但是只能骗骗外行人 林芸琴在商场 木爬滚打这么多年 怎么看不出里面的幺蛾子呢 这和我们最近在谈的几项业务有关 林芸儿还在商谈过程中 暂时没有办法对股东们公开 林芸儿守着交叠 心里恨得要死 她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要和林芸琴交代什么事情啊 我认为 无论是什么业务 都不应该瞒着我们股东 你具体说一下 例如 房地产 林芸儿紧闭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从牙齿里挤出了几个字 房地产 有别的股东不太赞同 房地产也不是新兴产业 而且我们之前投资的几个房地产项目 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的方向 各位书博都知道 我们要开一家货运公司 林芸儿僵硬着脸 扯开了话题 南城优质的货运段 都在南公家的手里 我们能分到多少份额 这个你测算过吗 林芸琴没有想过要放过她 谈公事吗 那就一桩桩一件件的 都摆到台面上 说清楚 我认为根据林氏集团的现状 我们首要的是玻璃不赚钱的业务 并积极开拓 市场的前景没有人能够预测 那是在人为 请各位书博相信 我能够做得好的 林芸儿本想开口反驳林芸琴 却在视线搭上谭景华的时候 及时指住了嘴 再次扯开了话题 既然市场前景没人能够预测 那现在不赚钱的业务 也未必就是业务不赚钱 可能是因为人 林芸琴把手上材料扔在了桌上 林芸儿 这几年 你连个市场总监都没有做好 我凭什么相信 你进了董事局 就能辉煌发达呢 说出来了 终于说出来了 但林芸琴就是不想让她 进入董事局 林芸儿恨得眼睛都红了 林芸琴 不管我今天能不能进董事局 董家水产市场都完了 你懂吗 谁都救不了 林芸儿甚至恨得 忘记了把自己伪装成 平时的乖宝宝 好了好了 你们姐妹就是太有主意了 我们知道 你们也都是为了临时好 谭景华款款上台 从林芸儿的手里 接过了话筒 芸儿年轻 有很多不成熟的想法 不过盛在年轻 我和老林 想让她进董事局 也是为了磨练磨练她 顺带 给林芸注入新鲜血液 也请各位股东 多给她一些支持 短短的几句话 四两拨千斤 林芸儿被谭景华救了一场 立马找回了被林芸琴打乱的节奏 笑着与股东说道 各位叔伯 接下来是十五分钟的茶歇 我会再做一些准备 茶歇过后 把我收集到的市场数据 发送给大家 众股东点头后 纷纷离场 会议厅外 已经准备好了各式糕点和饮料 唐门市家的副总 帮唐宇拿来蛋糕和咖啡 唐宇顺手 把蛋糕和咖啡 推到了林芸琴的面前 林芸琴看到粉色樱花蛋糕 想起了林海之约 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韵 你是不是不想要林芸儿 进董事局啊 唐宇端起了副总 新送来的咖啡问道 那么明显啊 相当明显啊 唐宇眼睛里清楚地写着 我不是傻瓜 这几个大字 他林芸儿进不进董事局 和我没关系 我这次来嘛 是为了我老爷的水厂市场 水厂业务这块 是真的不赚钱 董老爷最又不愿意变通 说什么为了食材新鲜 不能走网购通道 只能做实体 副总接收到唐宇疑惑的眼神 连忙跟东家解释 灵小姐 这件事董事之间挣了很久 但是董老爷子那边 真的是年年亏钱 我们总要为股东负责呀 副总说到股东这句话时 特别地向唐宇看了一眼 报表上年也就亏损几十万 唐家还赔得起 唐宇翻看文件夹说道 话是这样没错 可是这个决定 未免太过于偏心 副总也就是心里想想 嘴上不敢忤逆 小少月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不同意好了 雨晴 你看这样可以吗 唐宇眼睛定定地 看向了林雨晴 她自小就是个 眉目如画的少年 如今长大 变化却是不大 林雨晴 漠然地点了点头 有了唐宇的承诺 她这几天 辗转难眠的大难题 一下子解决了 可是心里 却并没有太过于高兴的感觉 不好意思 我去一趟洗手间 林雨晴起身 往会议厅外面走去 同层的女侧在排队 林氏集团公关部的经理 带林雨晴到楼上办公室的卫生间 林雨晴出来的时候 听到办公室的深处 传出林纸而暴躁的 叱骂之声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 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浅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三十四章 几分钟 你就要转性吗 林雨晴往生源处走去 一直走到总监的办公室 果然隔着玻璃门 看到林纸儿的背影 林纸儿如同一头发怒的猫 将桌上的文件 劈头盖脸地 扔在了跪在地上的孙希身上 孙希几乎半趴在地上 双手抱住头 肩膀因为害怕 而剧烈地颤抖 肥虎 让你已经不能参加 果冻会之间小事 你都做不好吗 我真的尽力了 咖啡店老板说 在大咖啡里加入足够的威士气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丁纸儿一脚踩在了 孙希的肩膀上 早知道你那么闹肿 我就不应该把钱借给你 三天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把三百万连本带利地还给我 林小姐 那些钱 我爸已经投入到平台里了 你也知道 现在做网络平台都是烧钱的 我 我哪有钱还给你啊 孙希都快抠出来了 如果这次 不能够把董家水产市场给扳倒 你爸怎么取而代之 如果你爸没有办法兑现这些承诺 这个平台怎么可能会赚到钱 我现在不撤资止损 难道等到你们赔的倾家荡产 再来给你们要钱 孙希悟悟地哭起来 林小姐 我爸 我爸他一辈子在董爷爷手底下做事 他向来担小老实 这次冒这么大风险 都是因为您的承诺 可您现在出尔反尔 他该怎么活呀 林小姐 不再搭理孙希 转身就要走 孙希连忙拉着她裤腿 林小姐用力地甩开她的手 伸手去拉玻璃门 却在这时 看到了站在外面的林玉琴 林小姐 僵住了 孙希也抬头看到了林玉琴 羞愧与不堪 同时浮在她面孔上 林玉琴的目光 从孙希到林芷儿两个人的身上 来回几趟 微微地扬起了下巴 林芷儿 我真想知道 你这副模样被外面的股东知道 会是怎么样 哼 我可是为了林氏 林芷儿鼻子里哼了一声 在她和林玉琴独处的时候 她从来不会藏起真实的自己 再说 她可是陷害过你的人 别告诉我 你圣母当要为这样的人说话 为她说话 你高估了我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这样就好 林芷儿瞥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孙希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人是匹狼 盯着你的东西呢 可最后 被她叼走东西的可是你 哼 于芷 于芷对不起 我爸欠的钱 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林玉琴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孙希 即便孙希说的是真话 可她陷害自己在明 她的父亲谋划 老爷的水产市场在暗 这种种 又怎么值得原谅呢 于芷 我请你救救我 我们是好朋友 是不是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秘密 是不是 你救救我 孙希爬到林玉琴脚边 抱住了她 秘密这两个字 一下子刺入林玉琴的神经 是啊 孙希是唯一知道她和南宫城秘密的人 林玉琴向前两步 挡在了孙希和林芷儿的面前 怎么样你可以放过她 林芷儿的眼中满是哑然 她的实质刮过了自己耳阔 林玉琴 刚才你说你不是那么圣母的人 这没过几分钟 你就转型了 废话少说 我要进董事局 可以 林玉琴已经猜到林芷儿这个条件 而且这个条件的背后代表了什么 她也很清楚 那么爽快 姐 您应该知道的吧 如果我进了董事局 董老爷子的水产市场 可就保不住了 林玉琴双手交叠 扯平了袖子 这个可不一定 姐 林芷儿的这句姐叫得无比甜美 难不成 你的手还能伸进董事局 林玉琴笑额微生 眉眼都弯了起来 智赛必得地笑起来 那我要加一个条件 董事局 要我做主 林芷儿不太喜欢林玉琴的这副表情 正如你说的 林芷儿 我的手伸不进董事局 所以董事局听不听你的 我可控制不了 林芷儿看着林玉琴的表情 心里明镜一般 怕是唐玉琴 怕是唐玉琴给他承诺 他才一点也不担心 林玉琴的动作居然那么快 林芷儿哼了一声 抬腿就要走 等等 林玉琴拉住了林芷儿 打开了手机里的录音功能 你亲口说一声 给孙希爸爸的三百万是投资款 不是借款 你愿意承担 投资失败的后果 你 林芷儿瞪眼看他 你要是不说呢 你就别想见董事局 林芷儿咬着嘴唇 照着林玉琴的说法 快速把话说完 扬承而去 林芷儿离开之后 林玉琴默默地爬起来 满是愧疚地低着头 玉琴 谢谢你 我不是为了你 林玉琴把手机里的录音 通过邮件发给了孙希 但是信号不好 一直提示发送失败 我们出去吧 林玉琴拿起手机 往林市集团外厅花园走去 那边开阔 信号或许会好一点 两个人走到了外厅花园 一辆直升飞机 正在两个人的头顶上方掠过 并慢慢地降落在 林市集团大楼顶层的停机坪上 那是 那是 孙希捂着嘴 刚才在林芷儿压迫下 死气沉沉的面孔 发出了异样的光 林玉琴眯眼 看着那架直升飞机 他是坐过的 所以有印象 那是南宫家的直升机 可是南宫家的人 来这里是做什么呢 是南宫城吗 孙希的声音从喉咙里溢出来 他说他不会来了 林玉琴摇里摇头 怎么 怎么会 唐宇都替他来了 他还来做什么呀 林玉琴拿着手机 再次点下了发送 玉琴你看 孙希尖叫起来 隔着外厅花园和大楼的 是落地窗户 林玉琴被孙希拉着 从透明的玻璃窗中看到 自顶楼而下的观光梯中 南宫城插头站着 他比身边所有的人 都高冲半个头 即便是转瞬之间 轩昂的气场 也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南宫城来临时集团了 他为什么要来 林玉琴整个人都蒙住了 孙希已经往里面跑了 在越过林玉琴的时候 林玉琴手里的手机猛地震动 他一慌 手机掉在了地上 翻滚了两下之后 落进花园的金鱼池中 哈喽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儿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浅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三十五章 谋夺老爷的水产市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r dial is power off 南宫城拿下了电话 听到里面关机的提示音 皱了皱眉头 Boss 东老爷子已经过来了 苗守住那边也放下了电话 轻声地说道 嗯 南宫城应了一声 电梯门钉的一声打开 整个临时集团的股东 都站在电梯门口 公邀等待 林于晴再次回到会议厅的时候 所有的股东 都已经正经萎缩 场面比刚才还要严肃很多 林于晴回到那桌 座位次序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一时不知 要坐在哪里 南宫城坐的是主位 而林氏集团的法人代表 林祥玉 则被挤到了唐玉的后面 整个场面上由谁做主 一目了然 即便这个做主的男人 事实上只有百分之一的股权 晴晴 这边 老爷坐在南宫城的左手边 向林于晴招手 林于晴拿着还在滴水的手机 在董老爷子身边坐下 晴晴 你去哪里的 我打你电话怎么还关机呢 我手机掉水里了 林于晴把手机放在了桌上 黑黑的屏幕彻底报废了 还有 你怎么来了 外孙女婿让我来的 爷爷 林于晴张红了脸 轻声打断她 你在说什么呢 啊 我没说错呀 董老爷子还在装傻 林于晴心里憋屈啊 这隐婚隐的 南宫城没有一点避讳不说 老爷也是一副 照搞天下的态势 好像是一件多好的事情一样 我生我有事 好在听唐玉说 表决是下午进行 那 我们直接表决吧 南宫城将视线 从孩子旁边窃窃私语的 林于晴爷孙俩的身上收回 牧师全体林氏集团狗东 缓缓地说道 是是是 我们马上开始 林祥玉狗腿地搓手 谭剑华优雅地站起来 轻声地说 那现在 我们就这次新董事的人选 进行表决 头纸儿的股东 请按红键 头 请等一下 说话的 是站在南宫城身后的苗手中 按照股东会议程 第一项表决 应该是林氏集团 经营方针的表决 好 这项表决 我们已经改到董事会上进行了 就不浪费各位股东的时间 不浪费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南宫城手里拿着表决器 至于后面的事情 唐宇可以帮我决定 南宫城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林祥玉和谭剑华只能赞成 因为上午没有提到水产业务的事情 所以林祥玉又把水产业务的亏损情况 简单地说明给了所有的股东 这就是大体情况 南宫先生 三少爷 你们怎么看 你别问我啊 我是替我大哥来表决的 我大哥都来了 我就是个旁听的 唐宇摆了摆手 这番话 说得他身边的副总冷汗沉沉 董先生 说下你的想法 南宫城侧头看向了董老爷子 董老爷子没有应对大场面的经验 一时有些懵 那个 我 董先生 我来帮您说 苗守住站到了董老爷子身后 按住他因为紧张而微微发颤的胳膊 哦 好 董家水产市场 是我们南城历史最优秀的水产市场 有很多熟客资源 这几年业务量下降 是跟董家水产市场门口的道路施工有关 不过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给予我们承诺 今年年底 那条道路会彻底完工 到时候 业务量会慢慢恢复的 苗守住说话态度温和 让人不由自主地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不少股东已经开始点头 这样的承诺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 但是那条路一直都没有修好 况且我们提与董家渔厂终止合作 主要是因为董家渔厂的销售渠道与客源太过陈旧 而董先生始终不愿意突破并且改变 咱们要为股东负责 并当为了旧情 把资源浪费在没有发展前途的业务上 一名股东在谭锦华的授意下开了口 其实之前 有几家网购平台找到董先生 愿意帮他开拓网购渠道 但因为冷链运输的问题 都无法继续下去 苗守住看下了那位股东 董家水产市场的冷链运输 被灵氏集团签了二十年 这也导致董家水产 除了做周边客源 和专供灵氏集团之外 无法再新开拓 是 当年是你林祥玉 求我签了这个二十年的协议 让我帮你一把 给一条赚钱的路 我当初想女儿都跟了你 只是条运输线 又能怎么样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付了我女儿 还要把我逼到绝路 董老爷子颤颤巍巍地说 现在我那个水产市场 也不赚钱了 你也要把我一脚踢开 是不是啊 哎呀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林祥玉贸然被翻出旧账 脸一阵红一阵白 谭景华轻轻地咳了一声 老林 让我说吧 林祥玉点了点头 谭景华侧头沉吟了一会儿 再抬头时 眼里已经透出了水光 董先生 我一直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五年前的事情 我认错 可今天这件事 我希望你不要怪老林 您的水产市场亏损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每年老林都是挺着压力撑过来 可今年市场真的不景气 我们真的不能活在过去 再说 董先生您辛苦这么久 是时候急流永退 我们临时 总不会让您老无所归的 谭景华的话说得滴水不漏 林玉琴当然知道 他背地里和孙希的爸爸 在谋夺老爷的水产市场 可大多数的股东都不清楚 好几个老股东 也回来劝董老爷子 够了 董老爷子拍了一下桌子 气得胡子都歪向了一边 林祥玉 被你们这一说 倒像是我不识相是不是 我跟你说呀 我老头子不吃你一口饭 可我市场里 还有跟了我几十年的老哥们 我不能让他们老了老了 连个活头都没有 董先生如果担心的是这个 那我们林氏愿意为您接过这个担子 您开个价 我们把您的水产市场买下来 谭景华立马接口 东老爷子气得都快晕过去了 他千算万算 都没有想到谭景华挖了个坑 在这里等他 说什么业务剥离 其实就是盯上了他水产市场 把他逼到走投无路 再拱手相让 哼 想他没 就算我要卖 也不卖给你们林氏 哎呀 爸 又有谁会跟你买一间冷链运输被垄断的水产市场呢 林祥玉 谁允许你叫我爸的 东老爷子抓过手边的笔 扔向了林祥玉 这还不解气 东老爷子又站了起来 想脱下脚上的布鞋给扔过去 客观 本局完 点个赞评个论再走呗 感谢您的收听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 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呢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儿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潜伏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三十六章 鼻子都气歪了 苗手柱 拉住了董老爷子 林玉琴也站起来 辅助老爷 董先生 家务事 能不要放在公司吵吗 谭景华的脸 冷得像是冰 很明显 林祥玉的那句霸 也把他给叫火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你这个野女人 董老爷子年纪大 力气却是不小 挣脱开了苗手柱 和林玉琴两人 用力地把会议桌 推向了林祥玉 和谭景华两个人 会议桌是石墓的 桌板和支撑架分离 董老爷子这么一推 桌板往林祥玉的方向倒去 支撑架 却是向反方向撒来 正好往林玉琴的脚背撒去 林玉琴在没有感受到危险的时候 腰上一倾 双脚离地 人已经被带着退了好几步 会议桌灯石断成了上下两截 轰隆一声 大的吓人 林祥玉和谭景华吓得脸色发白 但是第一反应居然是抬头 看坐在主位上的南宫城 和唐宇的安危 唐宇还是惊魂未定 雨晴 你看看啊 幸会有我是不是 不然你肯定被 唐宇说着说着 声音渐渐地轻了下来 林玉琴不自然地 派开唐宇放在自己腰上的手 唐宇在关键时候救她 她当然很感激 可是目前的情况 似乎不是感激的时候 另一边 南宫城眼眸微眯 看着唐宇和林玉琴两个人 林玉琴尴尴尬地低头 这难道就是被抓奸的感觉 可是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啊 唐宇的视线 落在了南宫城脚边的 一个女人身上 你怎么在这里啊 唐宇认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孙希 可是刚才在会议厅里 明明再也没有看见她 这个问题南宫城更想问 就在刚才意外发生的一瞬 她也看见林玉琴脚边的危险 正想过去 孙希居然趁乱冲过来 抱住了她 几乎同一瞬间 孙希就被她身边的保镖 制服在地上 可也就晚了那么一会儿 林玉琴就被唐宇给救了 真是从未有过的憋屈啊 这是今天第二次 林玉琴被唐宇救了 南宫城一向温和的面孔 有些绷不住了 怕让唐宇来代替她出席股东会 可真是一个错误 偏偏母亲的情况 她还什么都不能说 为了她和林玉琴的婚姻 她费了很大的一番功夫 总算让爷爷相信了 那个天定之死的说法 也总算能借着爷爷的名头 力排众议 娶了这位以泼辣闻名的 林家大小姐 但从硬件条件来说 林玉琴是半点都不符合 南宫家择席的要求 但是不怕呀 再过一两年孩子出生 管他是男孩女孩 只要他是南宫城的孩子 他就能再磨到爷爷的支持 他向来是如此 只要结局是自己想要的 那开头怎样 并不是最重要的 南宫城向来是运筹帷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婚姻最大的变数 居然是林玉琴 当年哭着喊着 抱着自己大腿要嫁给自己的 明明就是这丫头 怎么翻脸不认人的 还是这个丫头 不光如此 这丫头还一点都没有 以为人妻的自觉呀 南宫城的心里都快气死了 苗守住准确地 接收到南宫城的脸色 偷偷对外 发了个短信 雨晨 你有没有伤到 唐宇观去地问道 语气还挺焦急 轮得到你着急吗 南宫城单手插兜 侧头看向了落地窗外的景色 我没 林玉琴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千万得避嫌哪 不能让南宫城误会呀 可是好像南宫城也不是很介意呀 林玉琴的心里如同被扭了一下 那个 唐宇还想说话 酷似口袋里的手机开始一阵阵地震动 他连忙接起来 还跟林玉琴解释了一下 我大哥 等一下 唐宇的声音慢悠悠的 却是包含着无比的压迫 哥 我这里还有事情吗 飞机票已经订好了 要么 自己去机场 要么 我让人把你嫁去机场 哦 我知道了 唐宇垂头丧气地挂上电话 求助地看下了南宫城 南宫大哥 那个 我大哥 去吧 我这里没事 南宫城和须地说着 心情说不出得好 唐宇都快哭了 他刚到美国 南宫城一个电话把人拉了回来 现在又说没事了 大哥还让马上再飞回美国 时差都倒不够来好不好啊 不过 他也就敢在心里抱怨一下 两边都是大哥 都得罪不起啊 唐宇里里里袖子准备要离开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一样 回头 跟唐门世家的副总 耳语了几句 副总惊得舌头都打结了 小少爷 这个 这个要不要先问一问 大少爷的意思 这种小事防我大哥干什么 就这样好了 唐宇说完这句就火急火燎的走了 林祥玉问张母结舌的副总 刚才三少爷说什么了 小少爷让我代表唐家 推荐林雨晴小姐进董事局 什么 林芷儿 尖声叫了起来 这唐宇可真狠呢 林雨晴被唐家推荐进入林氏集团董事局 这样一来 那自己之前的一切准备 不就成了白费了 林芷儿恨恨地看向了林雨晴 林雨晴和董老爷子两眼地懵逼 林雨晴也想不通 为什么唐宇会干出这一招 是担心她走了之后 林雨晴凭借一己之力 控制不了场面吗 这样一想 林雨晴的心里竟然有了一点暖意 同时领悟这层想法的 还有南宫城和苗守住 苗守住惊喜地看到南宫城越来越臭的脸 真的很精彩 苗守住跟了南宫城十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南宫城表情那么丰富的时候 很多人戴面具是伪装 而南宫城那副温和的面具 却是惯性 因为自小到大 他要什么有什么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展到 让他翻脸的地步 如今看来 林雨晴碰巧就是那个例外 三少爷也没当面把这件事说清楚 要不这就放在下次再谈吧 倒下的桌子被扶起重新搭建好 谭锦华用丝帕捂住了口鼻 也行 三少爷只是让我推荐 并没有给我具体时间 这件事情 我要征求一下大少爷的意见 副总也怕出事 连忙解剖下了 林雨晴不满地哼了一声 什么董事局 送他他也不想进 只是这群人当着他的面耍心眼 吃相真是难看 怎么不能进 既然唐家推荐晴晴 他就应该进董事局 东老爷子占了一个大理 再说再说 林祥玉打起了马虎眼 林祥玉 你又混蛋 既然有不同意见 那就投票表决吧 苗守住声音醇厚洪亮 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给抓住了 南宫城也点了点头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儿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续道的小疯子 第三十七章 太太的面色大 南宫城只占林氏集团百分之一的股份 这百分之一的股份 还是董老爷子送的 可是在苗守住提议投票表决的时候 他居然点头了 南宫城点头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表示 林于晴进入林氏集团董事局这件事情 一点悬念都没有 票数几乎是压倒性的 连犹豫再生的林祥玉 也投了赞成票 林于晴 居然比林芷儿更早地进入了董事局 随后 林芷儿的表决也通过了 可是林芷儿的心中 怎么都不是滋味 好了 既然新董事的人选敲定 那董家水产市场的事 也做个定论吧 潘锦华又重新提起这件事 这块业务 林氏集团真的是没法继续下去了 既然无法继续做下去啊 那只把冷链运输的合同也解除吧 林于晴扔出了一张纸 这是我刚才粗略的故事 董家水产市场 要是能够保持冷链运输的独立 可以开拓更大的市场 解除合同也可以 之前我们林氏为搭建冷链运输所投入的成本 董先生是不是要还回来 潘锦华似乎早就想到了林于晴有这一招 那么多年 你们还没赚到钱吗 我们可是年年亏着呢 潘锦华指了只手柄的报表 你刚才也看了不少 不是吗 林于晴转头看向老爷 老爷宠他摇了摇头 多少钱 一两千万 终归是有的 这么多 玉琴 你自己就是做货运的 冷链运输要专门的车辆和特种装备 林氏集团是为了董家水产市场 才做了这条线路并配备车辆 当时签合同时 董先生是认可这笔费用的 如今要解除合同 你们才嫌贵 是啊姐 协议总不能老让你们董家镇去吧 林芷儿在一旁火上浇油 所以 要我说 爸 那个董 不 还不如把水产市场让给我 我来联系人做 你就在家里拿分红养老 不好吗 林祥玉缩了缩脖子 畏手畏畏地说 他怕董老爷子 但是更怕谭锦华 你们做梦 我就算做倒闭了 也不卖给你们 董老爷子恼怒地说 谭锦华又笑着进了一步 董先生 您不是说 您要雇着那些老兄弟吗 水产市场倒闭了 他们 可怎么办 董老爷子一时语色 董先生的朋友 建议换个地方经营吗 南宫乘坐的地方 靠近窗户 红红的夕阳 打在黑色西装上 映出了九样的色泽 南宫先生的意思是 我最近 拿下了一条寒云线 有人建议我在靠近港口的地方 开始一个水货集市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过来运作 南宫乘双手交叉 修长的手指 搭成了一个三角 董先生你 有人有经验 与其等水产市场门口的路修好 为什么不想着换一个地方经营呢 那 那我原来那个市场 注销 这 这是什么意思 董老爷子没有反应过来 董先生 旧的水产市场注销后 您和林氏集团的合同 就自动解除了 苗守住在一旁 轻声地解释 解除了 那我再去你们南宫家的港口开铺 不影响吗 当然不影响 这是商事运作之中 惯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金蝉脱鞘 苗守住帮南宫乘 并购过过大大小小几千家的公司 这里面的官窍 明白得很 董老爷子怎么也想不到 居然还能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 他一下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林于琴更是挣挣了半天 没有反应过来 南宫乘的这个主意 他有所耳闻 只是从来没有想到 可以套用在老爷这件事情上 毕竟 对晴天后运这种小公司来说 商事并够 股权置换 太过于遥远 林祥玉和谭锦华也是无话可说的 东老爷子实在用合法的方式违约 关键的是 出主意的还是南宫乘 他们敢追究责任吗 他们不敢的 所以只能任由这件事情定了下来 即便他们 依然不情不愿 成哥哥 这样做不好 林芷儿却在这时 娇称地唤了一声 林于琴在心里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而其他股东却相互之间传递了一个了人的颜色 南宫乘侧脸看向了林芷儿 林芷儿的脸上还带着女孩的质色 因为激动 因为激动而脸颊泛红 成哥哥 董家水产市场的冷林玉书是我会员公司的一块主要业务 你这样做我的损失谁赔啊 不是因为不赚钱要把这块业务剥离吗 怎么 现在又成了主要业务 离了就要倒闭了 林于琴摆诺桌上已经变成砖头的手机 有一搭每一搭地说道 林芷儿没有搭理林于琴 继续地跟南宫乘说 成哥哥 当初我帮你的时候 你可是答应了 要把江市集团的海港线全都给我做的 所以我才去成立了这家货用公司 什么 芷儿 真的 身旁的股东好大的一阵稀气 嗓音都带着颤 江市集团的海港线呢 说是一座金矿也不为过 要说林芷儿和南宫乘没有关系 谁也不会信吧 看来传闻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呀 各位叔伯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也不瞒各位 这可是成哥哥亲口答应的呢 你说答应就答应 有合同吗 林芸琴手指从手机上挪下 一页一页地放开着手边的纸 南宫乘点头承认 江市集团的海港线都是你的 这是当初他让林芷儿做江市集团内鬼给的承诺 本来就是交易 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林芷儿翘起了唇满是获得满足的小女孩的娇憾 这副表情是做给股东看的 更是做给林芸琴看的 这么大的事 芷儿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林祥玉像是刚知道这件事一样 激动地连连地说 南宫乘 不如我们一家晚上一起共进晚餐 再谈一下合作的细节 南宫乘看向不远处的林芸琴 他正低头拨弄他那个坏了的手机 仿佛没有听见林祥玉的话 嗯 哦 在南宫乘的认知中 林芸琴还属于林祥玉的一家 苗守住任命地通知了底下助理 再次推迟了南宫乘所有的行程 这个林家面子真大 一个小小的股东会 占了南宫乘一个下午的时间 还要再加上个晚餐的时间 不不不 说到底 还是太太面子的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续导的小公子 第三十八章 既然没有资格 那就喝酒吧 南宫乘与未婚妻一家聚餐的消息 在晚餐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传遍了南城 这个消息来源还相当可靠 据说是直接从南宫乘的秘书办公室 传出来的 虽然唐门世家提前做了清场 可是还是有人拍到了南宫乘 与林祥玉一同进入的照片 并在圈内疯传 好几个股票经济 都预测明天林氏集团的股票会爆涨 而另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是 南宫乘将刚从江市集团得手的海港县 全数地给了林家二女儿 也就是传闻中南宫乘的未婚妻 林芷儿 一时间 真真假假各种小道消息 肆意流传 林芸琴带着阿海和老爷吃烧烤 烧烤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篮球比赛 林芸琴给阿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啤酒 你个女孩子家家的喝什么酒啊 董老爷子不高兴啊 哎呀 就是些啤酒 我的酒量你还信不过呀 林芸琴一口气灌下了一杯冰凉凉的啤酒 酒精混杂的麦香 从喉咙直到胃底 一线的舒爽 还是少喝点 你现在一个人住吧 不安全 天美公馆安保好得很 有啥好担心的 林芸琴摆了摆手又倒了一杯 晴晴啊 我怎么觉得事情不太对呢 董老爷子想起了下午股东会的事情 那个林芸儿和南宫乘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由不得董老爷子想太多 林芸儿的母亲 谭锦华是什么段位 他太清楚不过了 林芸儿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怕林芸琴走他妈妈的老路 没什么关系啊 自作多情的关系 没关系当然最好 可他对林芸儿也太大方了 那条海港线得多值钱呢 他不给林芸儿也会给别人呢 反正怎么都不会轮到我 我国际段货运的牌照还没有下来呢 海港线又不是光有国际段 国内段油水也不少 他从没跟你说过 没有 他很少跟我讲公司上的事 秦秦 你跟老爷老实说 你和南宫乘感情怎么样啊 林芸琴敏唇 牙齿轻轻地刮过了下唇 我和他这种情况 那有什么感情啊 哎 果然啊 董老爷子有一种 把外孙女推入火坑的负罪感 反正就这样过吧 三年后就解放了 林芸琴继续说道 晴晴啊 当时我答应南宫家 也是存了私心的 想着 要是能借这三年婚姻 给你找个好归宿也好 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 非要一起凑干什么呀 林芸琴把头发捋到了耳后 盯着热气腾腾地烧好架说道 他的表情是落寞的 即便自己并没有感觉到 他不喜欢你吗 对你不好 人家就是图个孩子 掺杂感情进来 不是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吗 林芸琴连忙打断老爷的遐想 老爷子 大小姐 你们在说什么 阿海风卷残云地吃完烤肉 又添了两盆 这才意识到 林芸琴和董老爷子还在聊天 嗯 没事 你吃你的 林芸琴清了清喉咙 没有再多说什么 阿海继续地埋头吃得畅快 那你们倒是生个孩子出来呀 孩子的事情 又不是想想就能自己蹦出来的 林芸琴烦躁地挠了挠头 其实吧 这段时间 我都有些后悔了 当初不该脑子一热 就同意和南谷城也会生紫 嗯 我原来以为吧 走深不走心的事情 应该挺简单的 可我现在才发现 不走心 根本走不了甚 要是走心了 居然更接受不了直走善 林芸琴夹起了一块烤肉 蘸了一点海盐 定定地看着 却是迟迟不送进嘴中 董老爷子再傻 也看出了林芸琴的不对劲 傻丫头 你该不会自己跌进去了吧 南谷城这样的男人啊 不跌进去比较难吧 老爷呀 你还真是给我找了个好对象 以后有了这个参照物啊 我还怎么找啊 董老爷子被堵得哑口无言 当年南宫城的爷爷亲自找到他 说了一个他至今都觉得荒唐无比的理由 并用这个理由买林芸琴三年的婚姻 她是有私心的 想这三年的话 两个人多少能处处感情 可是如今看来 南宫家那边没什么动静 林芸琴倒是连人带心的都搭了进去 晴晴啊 你要不要试试 干脆想办法吃定南宫城不好吗 不都说女追男隔层沙吗 那南宫家第一个就能灭了我 林芸琴偷着腮露出了笑 如苍白的雪山上一朵红练练的花 做南宫家的女主人 林芸琴肯定是不合格的 南宫家费那么大周章 就是为了个孩子 即便林芸琴不想把自己比作子宫 但她心里清楚 在南宫家人的眼中 她就是个被物化的身份 这段时间她想的很多 这些都是已经通透的想法 她和南宫城终究是不可能的 无论她多喜欢都不可能 主导权不在她手里 甚至不在南宫城的手里 南宫城家那么多家长 眼睛都死死地盯着他们两个 资本堆积出来的世家 功利得很呢 南宫太太的位置 多半是为了万家女孩准备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股东会后面 面对林芸儿对南宫城的百般撒娇 她林芸琴依然能当作 没事人一样地离开 连气都不生 她没有资格生气 也没有必要生气 林芸儿端位再高 阶层就在那边 生负不明的身份 也摆在台面上 她凭什么能做到南宫太太的位置呢 不知不觉之中 林芸琴又喝了几杯酒 好了好了别喝了 东老爷子抽走了林芸琴手中的酒瓶 东西没吃多少 喝了那么多酒 太晚了 让阿海送你回去 说完 东老爷子就去前台结账 林芸琴目送东老爷子过去又回来 再交代几句话 就听不太清了 依稀是代价已经叫好 一会儿会过来之类的话 等东老爷子离开之后 林芸琴又叫阿海 拎起了一提啤酒过来 一杯一杯地倒 一杯一杯地喝 喝到她脑袋一片茫茫然 仿佛置身在一个虚幻的世界 原来一直坐在眼前的阿海 也不知去了哪里 她觉得四边的墙壁 都在不停地旋转 一张又一张陌生而又冷漠的面孔 围着自己打转 眩晕一阵接着一阵 林芸琴按住了额头 紧闭双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总算意识恢复了一些 林芸琴一点一点地睁开了眼睛 一张似曾相识 又熟悉不已的面孔 在眼前忽明忽暗 周边都是眩色的 七彩光辉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 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 欢迎您收听 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去遇到的小公子 第39章 我很可怕吗 林芸琴 眉眼弯弯 笑一次嫩白的脸孔上 一点一点地绽放 她的脸上还带着 熏碎的阴色 耳垂也是粉粉嫩嫩 可爱得像是一团 刚出炉的小兔包子 南宫城的手掌 拖在她的腋下 把她团进了自己怀中 你怎么那么喜欢抱呀 我可重了 林芸琴嘿嘿地笑着 嗯 喜欢 南宫城把她圈在了怀里 还是堂出了手 把桌上的杯盘 放得远远的 你哄我呢 你明明是去和林芸儿 吃饭去了 我以为你也会去的 我和林芸儿 那么不对盘 你看不出来吗 嗯 我做得不好 林芸琴迷迷糊糊地 回头看向南宫城 还抽出鼻子 闻她身上的味道 嗯 你是假的南宫城吧 哪里的腰嘴变的 你觉得呢 熊猫精吧 怎么你都被当个宝石的 林芸琴把手放在脸上 用力地挤出一个 皱巴巴的 圆形的轮廓 南宫城连忙 把她手拉下来 嗯 奇怪 我脸疼 林芸琴不自然地甩头 就你这酒量 还有脸 说糖鱼酒渣 她喝醉了 直接就能 就地躺下 我还能跟你说话 是不是 我酒量可不算差 我脑子好使 南宫城 莫名欣赏她的酒品 嗯 还不错 起码还知道我是谁 那当然 吃饱了吗 回家 南宫城 揉了揉她毛茸茸的发顶 她很喜欢林芸琴的长发 顺滑得像是流水 垂落在肩膀上 还是记忆里的清香的味道 回家 回哪个家呀 你说呢 林芸琴的脑门被无情地扣了一下 嗯 疼 打人 她阴影地控诉 像是小动物一样 因为你乱说话 我哪里有乱说呀 你家是你家 我家是我家 我家就是你家 只有三年的家 还是算了吧 林芸琴的鼻头犯酸 她始终无法把自己 带入南宫城妻子角色之中 她入戏太深 就抽身不得 即便她现在 已经深陷泥着 自情 林芸琴 林芸琴心里更是委屈 抬起拳头 就往南宫城的胳膊上打 南宫城身后的保镖 条件反射地冲过来 被南宫城叹眼置之 毫不知情的林芸琴 一边捶打南宫城的胳膊 一边哼哼唧唧地说 雨晴 雨晴 要说多少次你才会改口啊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 信自己我名字 南宫城在烧烤店 昏黄的灯下 浅浅地笑起 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 因为林芸琴的刮蹭 而略显松散 英俊的脸 如同融化在一团温柔之中 林芸琴觉得耳畔痒痒的 她以为是发丝了过 伸手想要去扶 却被一只大手 抓住团在了手心 唇厚低沉的男生 是南宫城在说话 他的声线犹如海浪 一层又一层地覆盖在骨膜之上 南宫城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 跟他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 林芸琴从来没有听南宫城讲过那么多话 听得林芸琴都碎了 南宫城的声音比任何酒精更让人沉醉 林芸琴觉得若是再停下去 她会疯狂地沉溺进去 不管不顾 飞蛾扑火 可她不敢 未知的恐惧 如同条条斑斓的毒蛇 刺着她头皮发麻 母亲临死前 面对一屋的奢华璀璨的绝望 竟在此时 翻江倒海一般 从记忆深处泛涌而来 林芸琴觉得自己的心被猛地拉扯后 又揉碎了 几分九岁竟然瞬间清醒过来 不能这样下去 有些事情本来就是错误的 既然是错误的 就不能继续下去 所以她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靠在南宫城的肩头上 尽量克制住睫毛的颤抖 让自己真的像是睡着一样 她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和脚步的声音 太太睡了 这是苗守住的声音 接着她身体腾空 她知道南宫城抱着她 离开了烧烤店 上车到家 并把她稳稳荡荡地 放在了柔软的床上 整个过程她都被牢牢地 圈抱在南宫城 温健温暖的怀抱之中 她的心脏碰碰地跳着 有力也泄露了一丝丝的紧张 找个人来照顾她 南宫城在床边 吩咐苗守住 林玉琴听到南宫城和苗守住 离开和房门关闭的声音 把自己窝在被子里的她 这才轻轻地 舒了一口气 隔了十分钟 一名女佣进来 轻声叫了她两声 都没有把她叫醒 于是便帮熟睡的林玉琴 简单梳洗 并换上睡衣之后 离开了 女佣刚一离开 林玉琴就睁开了眼睛 屋里亮着夜灯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白水 林玉琴坐起来喝水 手表不知放在哪里 于是便拿过水杯旁的手机 再次尝试开机 电源接通后 屏幕闪过几道白线 再次黑屏 接着 就仨也打不开了 林玉琴叹了一口气 把手机放在了一旁 房间的隔音效果并不好 林玉琴听到了 房道门关闭的声音 知道是女佣也离开了 林玉琴握着空水杯 掀背下床 她头很疼 也渴得厉害 一杯水不能完全地解渴 她需要去厨房 尽快地再倒一杯 光脚踩在凉凉的地板上 给傲热的身体 带来一丝凉意 刚快出了一步 九岁的眩晕 让她险些站不住 林玉琴拉开了房门 林玉琴听到了键盘的声音 与此同时 南宫城错过了俊妍 闲淡地看着她 她穿着家居服 眸色黑的深沉 又是熠熠生光 林玉琴正在了原地 醒了 南宫城似乎并不意外 林玉琴在这时出现 林玉琴更晕了 我可 林玉琴举了举空杯子 南宫城过来 借过她手上的空杯子 转身回到厨房 倒了一杯温水 又塞回林玉琴的手中 林玉琴默默地 把一杯水喝光 有两滴水从嘴角流出 沿着优美的下巴 一路向下 林玉琴伸出手指 想要去擦的时候 已经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南宫城从林玉琴手中 拿回了杯子 以手偷着她后脑梢 让她更靠近自己 有没有不舒服 头还有点疼 林玉琴尝试地说 南宫城的一只手放开她 手指团成了一个空拳 压在了唇上 轻咳了一声 我很可怕吗 林玉琴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她只是表面看着正常 大脑已经被酒精 麻痹地丧失了 思考功能 我明天一大早飞日本 下次吧 南宫城抬手 推开了房门 让林玉琴进去 林玉琴机械地 被南宫城推进了房间 心里总是觉得不对 可是又想不出 到底是哪里不对 她又回过头来 看向南宫城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是遇到的小公子 第四十章 身价四十个亿 好了 去睡 南宫城低头 看着小小的一只 虽然知道她已经长大了 可感觉比小时候看上去 还要娇小 林玉琴乖巧点头 她现在的意识 已经停止了叛逆的机能 在南宫城的印象中 几乎没有看到 林玉琴那么乖的模样 她时时刻刻 都像个女战士 为自己亲人 为自己朋友 为自己公司 为自己员工 张牙舞爪 争取着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相较而言 南宫城更喜欢 现在的林玉琴 她把林玉琴的脑袋 带向自己 在她的领域范围内 这么做是太简单不够的事情 一个轻轻的吻 落在林玉琴的眉心 比正常的体温 更暖的眉心 烫了她的唇 林玉琴碎得忘记了害羞 只是傻愣愣地站着 一脸茫然 你为什么要亲我 快去睡 不然 你就别想睡了 南宫城推她去床上睡觉 并用被子盖住她 林玉琴既然忘记了 一直盘缓在脑海中的问题 头沾到枕头 很快就合眼睡着了 她很想知道 为什么南宫城没有走 可这个问题 她终归是忘了 顺带 连南宫城跟她讲的那个故事 她都记不太清了 林玉琴酒品不错 就是喝醉后不太济湿 隔天早上 林玉琴张开眼睛的时候 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她只记得 她和老爷一起吃烧烤 后来南宫城来了 再后来的事情 她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上班的路上 林玉琴一边开车 一边听广播 今天早上 临时集团股票市值 果然暴涨 几乎是秒涨停 同时 林芷儿的货运公司 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经营 但是已经被多家的 风投公司关注了 所谓鸡犬升天 上午林玉琴到晴天货运之后 已经有几个新客户 在办公室里等她了 刚谈了几句 那几个客户 就问起了林玉琴 海港县的事 你们大概搞错了吧 拿到海港县的是林芷儿 林玉琴尽力地克制内心的愤怒 来的几个客户皆是一愣 面面相去后 试探性地问道 林总不是林氏集团 林祥玉董事长的女儿吗 陈叔 送客 林玉琴控制 不让自己骂人 客户脸上尴尬得不行 吱吱呜呜地说 林总 其实也不是说 一定谈海港县的事情 咱们还是可以谈其他合作的 如果我说 我和林氏集团也好 和林祥玉也好 和林芷儿也好 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你们还想继续谈吗 林玉琴的柳眉调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扰了 那几个客户连连白手告辞 大小姐 不说血缘关系 坦说你现在 不光是林氏集团大股东 还是董事之一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陈叔把昨天晚上 林氏集团送来的股权书 放到了林玉琴的面前 陈叔 昨天的情况很复杂 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 如果有的血 我真的不想拿这些股权 我也不想做什么董事 林玉琴 颠了颠股权书 回头 我是要还给唐宇的 恐怕唐家一时吃不下 虽然板面涨停 但在私募市场 林氏集团的估值 已经溢价都四百倍了 而在昨天 这些股份 唐先生是按照一千万的估值 转给您的 所以 现在四百倍的意思是 四十亿 陈叔给了林玉琴一个 你没有算错的眼神 我却 一下子晋升十亿俱乐部的林玉琴 下巴差点磕在桌子上 只是因为南宫城 参加了一次林氏集团的股东会 只是因为南宫城 与林祥玉共进了一顿晚餐 居然能把一家普通的企业 推上资本的顶峰 你说 唐宇会不会被他大哥揍啊 林玉琴连咧嘴 为唐宇担心 可能揍一顿都算是轻的 大小姐 现在你别担心这些了 不如想一想 接下来晴天货运的发展 毕竟二小姐的货运公司开起来 对我们冲击非常大 谁说不是呢 本来林芷儿这家新货运公司势头就很猛 再加上南宫城这把无一的火 挤压掉他们这种小公司 简直易如反掌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我们搬个地方 海岸路这边路宅 人流量大 出车不方便 换哪儿啊 南港 我之前在那边有个朋友 他有片仓库要租出去 我们正好拿下来 改造后做新公司 可以的 那陈叔你去谈 都是朋友 加个好说 林玉琴现在不由自主地 透着一股财大气粗的劲 没问题 对了 再去看一看冷链运输车 我老爷也会在南港重新开一家水产市场 到时候 他的运输业务我们吃尽 好 陈叔笑了起来 那以后和董老爷子就是邻居了 没事可以找他喝几杯 还是别了 我老爷酒精过敏 我都不让他喝酒 你也帮我看着点他 说完 林玉琴看了看万表的时间 我出去修个手机 陈叔帮我雇着一点公司 好的大小姐 正好陈雅在手机城打工 你可以找他 帮你介绍一个技术好的 那挺好的 我到了那边给他打电话 林玉琴一边说着 一边往门外走 阿海紧跟在林玉琴的后面 阿海 我只是去修个手机 你就不用跟着了 大小姐 手机城那边比较乱 我跟着你比较好 阿海睁着忠诚的小眼睛 我又不是小孩子 陈雅都能在那边打工 我去修个手机 还要带保镖啊 大小姐 让阿海跟您去吧 您现在身价四十亿呢 陈叔打趣道 林玉琴哈哈大笑 点了点头 让阿海上了驾驶座开车 自己搜索到了后排 林玉琴和阿海到手机城的时候 连打了陈雅三个电话都没有打通 便问了陈叔他打工的铺位后 直接上去了 陈雅打工的铺位外面 围着一堆的人 阿海帮林玉琴挤了一条路 林玉琴进了内圈 看到陈雅正面昏耳赤的 跟一个高个男人吵架 陈雅给林玉琴的印象 一直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 做事也是有条理 很冷静 这样的事态 显然是被逼急了 林玉琴不由地看向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鼻梁很高 浓黑的眉毛压住了狭长的眼睛 半分丸是不公 半分桀骜轻狂 还带着邪气的帅 是小女孩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而陈雅应该不算 她的表情明显是快要气疯了 哈喽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到这儿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赵森森啊 第四十一章 女人真低级 这个手机是客人拿来修的 你不能拿走 千亿死死地拽着男人的衣袖 这是我的手机 男人始终强硬地说 你看到就说是你的 凭什么 因为就是我的 那你总拿出点证据来 没有 手机都被刷成了新级 手机卡也被扔了 里面的数据被清得干干净净 你什么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把手机给你 我需要为个破手机骗你 破 破手机 这个手机看似平平无奇 可是老板说过 这是AK公司 今年年初小范围推出的限量版 全球就有七台 所以老板一直嘱咐他们 要特别小心 刚才他在帮手机贴膜的时候 这个男人走过来 当着他的面 抢了手机就要走 他当然不会放他走 没见过失明 男人叹了一口气 从内袋掏出了钱包 随便地抽出了一张卡 密码211314 陈雅没有反应过来 呀 哥们 表白了 围观的人看热闹不怕事大 211314 爱你一生一世 这波操作还真的挺撩的 陈雅原本气得发红的脸 更是爆炸一般的红 别 别来说 我不认识他 陈雅秀得多久 放心 我也不会看上你 男人晃了晃卡 卡里的钱买十台手机都够了 让我走 不行 客人交给我们的是手机 我有义务看好 我不要你的钱 陈雅油盐不尽地摇了摇头 手指钻得更紧 你放手 男人声音越来越森寒 别逼我动手打女人 陈雅执拗地摇头 男人脸色越来越难堪 原本带着细续的眼神 慢慢地渗出了狠力 那是一种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气势 犹如荒漠中恶极的狼 颇为老板吓得脚抖 小声提醒陈雅 赶紧放手让人走 陈雅咬紧了下唇 低着头 不与男人对视 也并不松手 我真的会揍人啊 我的道德底线不高 揍人不看男女的 男人的威胁 更像是野兽的低淫 陈雅紧张地手心冒汗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之后 用力地左右摇晃了脑袋 马尾也随之划出了 一道优美的弧线 你 男人抬起了手 手腕在举到最高车的时候 被另一只粗壮的手拦截住 男人定睛 看到一个一头乍毛的男人 粗粗笨笨 眯封着眼睛 陈雅 打那个电话给那位客人 让他来对峙 林于晴走出几步 她那明艳又张扬的美 脸上带着笑意 一声娇斥 却是压下了周边所有的声音 陈雅恍然大悟 连忙松手 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 那个客人的电话 她存在了手机里 很快地就找到并播出 陈雅的手机壳 是一个卡哇伊风的长耳兔子 随着电话接通 还会亮出七彩灯光 陈雅注意到 那个男人和林于晴 都盯着自己手机看 怪不好意思地用手捂住 电话拨通 陈雅按了个面提件 那个 刘先生 您留在我们这里的手机 哦 是今天拿对吧 我一会就过来 不是 我想说的是 刘昌 我在这里等你 男人突然插话进来 那边的讯号被瞬间挂断 陈雅再次拨打 已经关机 怎么样 现在你相信手机是我的了吧 男人轻斥了一声 如果不是这个执拗的笨女人 她何必为这种小事 在这里被围观半天呢 所以女人是最讨厌的生物 没有之一 那也不行 可能是刘先生手机没电了呢 陈雅还是不松口 你这个女人 男人瞪大了眼睛 气得呲牙 从小到大 她都是说一不二 她甩个眼神 老头子都要退两步 到了南城 居然被这么一个平民丫头 给盖了过去 好 你想要证据是吧 我给你证据 男人从西装口袋里 拿出刚才拿到的手机 这是AK公司限量版手机 全球只有七台 AK公司把这七台手机的购买者姓名 雷射刻印在各自手机芯片上 所以这台手机芯片上刻的 绝对不是刘子 说吧 男人把手机用力地摔在了地上 手机碎裂开来 围观的人一阵惊呼 手机成败手机那么多年 真是第一次看到土豪摔手机 男人捡起了芯片 贪手 放在了陈雅的面前 你自己看 上面写的什么字 林于晴看到那芯片上 用着正凯刻着一个漂亮的姜字 再看到男人价值不菲的西装 她隐约猜到 她和僵尸集团 脱不了关系 僵 陈雅气弱地咬唇 又憋了一会儿 摁出了一句 对不起啊 男人单手把芯片折断 冷着脸 转身就要走 那 那个 陈雅叫她 因为我的错 你手机坏了 我会赔钱的 男人停下了脚步 没有转身 只是微微地腻过眼睛 真低级 这样的女人见多了 知道自己姓姜 立马随脸就不一样 你什么意思 你把陈雅当什么了 林于晴为陈雅打抱不平 男人没有在搭理林于晴 头也不回地离开 林于晴转头 抱住陈雅的肩膀 她神经病 你别生气啊 陈雅低头 调整了一会儿后 重新恢复了笑容 知道林于晴要修手机之后 就介绍了铺位老板给她 宽哥 整个手机城 最会修手机的人 林于晴把手机递了过去 进水 能修好吗 还有 我手机里有不少的数据 能都拷贝出来吗 可以 宽哥把手机连到了电脑上 一排排的数据快速复制 我这个系统很牛的 就算你曾经删除过的 都能给你恢复出来 所以林小姐手机里 没什么不能让我看见的吧 宽哥调笑着说 陈雅连忙打圆场 姐姐 宽哥向来是这样的 你别生气啊 没事 宽哥 你可得帮我保密啊 林于晴露出一个两人的笑 轻松地跟宽哥开起了玩笑 放心 导出来也是数据包 不导挥手机我也不会看的 宽哥看出林于晴也是个上道的 也慢慢地跟他聊了开来 宽哥是陈雅的学长 毕业后 在企业待了几年觉得没劲 家里又不缺钱 就在手机城 开了一个修手机的摊位 宽哥技术好 收费便宜 很快在这一片做出了名气 忙不过来 就托南芝大学的学生 介绍个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 学弟介绍的就是陈雅 林于晴开给陈叔的工资并不低 不过陈叔的儿子陈棉 在澳洲留学 开支比较大 懂事的陈雅 就会在课余时间打分工 做生活费用 手机掉水里啊 就算修好又有些影响 我建议你换个吧 宽哥一边导数据 一边跟林于晴说道 哦 有好的推荐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完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坚毅隐婚,前夫慢慢来》 作者,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演习楼 第四十二章 看清林智儿的真面目 那就AK的手机 大饼盘,安全性也好 嗯,安全性 是啊,AK的手机啊 破解率只有百分之一 那么厉害啊 一般一般吧 看碰到谁 我正巧就是那个百分之一呢 宽哥得意地笑了起来 林于晴当他一本正经的吹牛 也跟着笑了起来 那行 给我拍一个最牛的AK手机吧 顺便啊 帮我把数据转进去 李于晴用手机 扫宽哥柜台上贴的收款码 我先给你转一万 弄好了,我再付我一款 没问题 宽哥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等一下班的时候 李于晴拿到了自己新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各种数据都完美复制 跟自己原来的手机一模一样 不过图片中多了不少的照片 都是一些以前删除掉的自拍 因为这一次数据恢复 又重新地出现了 李于晴闲着没事 坐在宽哥铺面里 一张接着一张地 把没用的照片再次删除 删到最近的记录 李于晴在一张截屏的图片前 钉住了手指 截屏的内容 是南宫城的联系方式 而且时间差不多是晚上九点多 李于晴留下图片的形成时间 有点记不清 他为什么要截南宫城的联系方式呢 李于晴从图片退出之后 看到屏幕上有一个跳跳的游戏 那是孙希曾经吓在他手机里的 李于晴瞬间反应过来 再查核南宫城的视频记录 果然图片形成 是在那天晚上九点 南宫城第一次发来视频申请之后 换句话说 那晚九点的时候 南宫城是发过视频申请的 当时手机正在孙希的手里 可明明当时 孙希跟他说的是 南宫城没有给他发过视频申请 孙希说谎了 仅凭这一点 李于晴就把所有的问题 都连接了起来 为什么孙希有意无意地 要和他聊南宫城的事 为什么孙希总会在南宫城的面前出现 为什么孙希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 所有的原因 只能指向一个原因 孙希喜欢南宫城 甚至把他李于晴 当成了假想的情敌 所以这段时间 才会发生那么多的风波 仔细想想 种种风波竟和孙希都扯不开关系 林于晴的心里寒凉一片 什么发小 什么自小的友谊 他拿孙希当好朋友 孙希拿他当冤大头吗 林于晴打开了微信 失联了那么长的时间 微信信息提示音 一声接着一声 林于晴把不重要的点掉 恢复完几个供应商和客户的事情之后 手机悬停在 孙希发来的消息上 于晴 林智儿的录音我没有收到 赶紧发给我 要是平时 林于晴不会介意孙希这副 居高临下的生硬的语气 可是如今在知道他真正的心思之后 林于晴不屑起来 他心里冷笑了一声 没有回复这条消息 林于晴开车回到天美公馆的时候 看到孙希正站在天美公馆小区的门口 看到林于晴的马沙拉递过来 赶忙过来拦住了他的车头 林于晴放下了车窗 把墨镜推到了额头上 于晴 你没有收到我的微信吗 孙希嘴角微微上翘 算是笑个了 我手机坏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 无论孙希做出什么表情 林于晴都觉得好假 坏了 那录音也没了 孙希大惊失色 嗯 手机报废了 我买了一个新的 林于晴重新戴上了墨镜 把手放在了方向盘上 打算结束这场对话 你怎么可以丢了那段录音呢 你现在必须给我找出来 要是没有那段录音 我爸 我爸有大麻烦 孙希扶住了林于晴 缓缓升起的车窗玻璃 还是这副语气 大概在孙希的眼里 林于晴一直是被砍低的那一个 就该一直帮她处理好所有的事吗 林于晴心想 这个姑娘大概是不知道 帮你是勤奋 不帮你是本分这句话 谁有义务 帮另一个人呢 孙希的爸爸背地里和林芷儿 达成协议 老爷的水产市场 差点被他们两个逼得失去所有权 现在内讧 反倒过来找他林于晴帮忙 这算什么道理 林于晴没有再说一句话 脚踩油门 车子发出了一声剧烈的轰鸣 孙希吓得放开了车窗 并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林于晴趁机 驾车开进了小区 孙希在后面追赶了两步 被南宫家的安保拦在了小区的外面 孙希咬紧了嘴唇 眼睛发红 因为南宫城和唐宇的参与 导致林芷儿精心策划的董家水产市场 收购失败 他爸爸之前所有的投资 都打了水漂 林于晴的那份录音证据 有没有在手里 现在全家都在恐慌之中 就怕林芷儿 来要钱 孙希真的好恨呢 林芷儿也好 林于晴也好 怎么看他们赚钱那么容易呢 反而看自己家里 爸爸窝囊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有了这个破例薄一把 输得倾家荡产不说 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 他和他们比到底差在哪里呢 明明什么都不差呀 孙希没有走 他还站在天美公馆的门口 他盼着能不能凑巧 看到南宫城来的车呢 就算说两句话也好啊 南宫城真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男人 林芷儿精心布了那么大的一个局 林于晴在里面绕得团团转 偏偏就被南宫城 撕两拨千斤的给破了 孙希觉得 自己对南宫城的迷恋 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手机突然响起 是孙妈妈的电话 林氏集团发律师函催款 孙爸爸受不了刺激 心梗住进了医院 孙希心里发紧 连忙打车回去 在出租车里 孙希一遍又一遍地 拨打林于晴的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直到拨到第十遍的时候 孙希意识到 林于晴已经把自己手机号码 拉黑了 就在孙希愣神的空隙 林芷儿的手机号码 在手机屏幕上亮起 那么长时间才接 不想理我了 林芷儿的语气 还是那么轻条 带着无情的意味 我和你之间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林芷儿仿佛听见 一个十分好笑的笑话 孙希 我觉得咱们应该 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吧 十分钟内到林氏集团来 不然后我自负 林芷儿压低声音 发号施力 孙希握着手机的手指 指尖发白 她无法抑制地颤抖 不是因为冷 而是因为林芷儿的语气 林芷儿这个人 绝不是她表露出来的 甜美可人的模样 暗地里 她阴质的圣人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上排行榜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坚毅隐婚,请封慢慢来》 作者,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燕西楼 第四十三章 老太爷想见你 临时集团股票 持续涨了一个多星期 林芷儿知道 自己账面上的金额 后面的零 也在不停地增加 可是毕竟无法马上套现 也只能虚幻地享受一下 报复的感觉 大小姐 冷链车的合同在这里 您过目下 陈叔拿了一打纸进来 华律师都看过了 自从华天贸易的事情之后 林芷儿对于合同这一块 重视了起来 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行 那陈叔 你去盖章吧 林芷儿翻了两页 就交还给了陈叔 陈叔正垂手神思 并没有搭枪 哎 陈叔 少见陈叔 扫神的模样 林芷儿又叫了一声 哦 不好意思 大小姐 陈叔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在想沉眠的事情呢 沉眠在澳洲都挺好的 下个月就回来休暑假了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林芷儿一眼就看穿了 陈叔他一眼看下了林芸芷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 算了 大小姐 我不瞒你了 我呀 在担心陈雅呢 陈雅 陈雅怎么了 我怀疑这丫头 在外面借了高利贷了 啊 他背着我和他妈妈 在外面打了好几份工 不好好读书 一直巧克 学校电话 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可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有什么都不肯说 哎呀 真是愁死人了 林芸芹挠了挠头 陈喇 愿想到一周前 手机城的事情 不会吧 哎 那个傻丫头 还真要陪人手机啊 什么事 大小姐 你知道 林芸芹 把那天在手机城 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 跟陈叔说了一下 陈叔吓得 脸色发白 这丫头也太不自量力了 她知道那手机要多少钱吗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AK那款限量的手机值多少钱 而且这种手机又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那可怎么办呢 大小姐 你说的那个人是江氏集团的人 嗯 我猜的 而且我猜 大概是江浩然 就是江浩然 另外有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苗守住站在了门边 扶着心安上的门框 笑眯眯地看向林于晴和陈叔 他不是八卦之人 只是每一次都会凑巧听到八卦 苗守住 您知道 陈叔诧异 经过上一次 陈叔知道这个人就是南宫城的首席助理 江浩然的手机就是AK全球限量版 这款手机亚洲只有一个销售配额 所以除了它 不会是别人 苗守住 走近解释道 江家人做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屈居人后 什么都要顶级最好的 陈叔听得冷汗都冒了出来 苗守住 那你知道 这台手机 到底值多少钱吗 几百万吧 不是很贵 林于晴和陈叔 集体沉默 苗守住看到两个人的表情 连忙找不到 如果你们需要 我来处理 南宫家和AK公司关系很好 我让他们复制一台就是了 听苗守住说得很轻松 但是林于晴和陈叔心里知道 事情一点都不轻松 那丫头靠打工的话 得转到头发白了吧 陈叔担忧地说 陈叔 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款手机要那么多钱 林于晴看陈叔一脸的愁容 连忙安慰道 当时我在场 那手机呢 是江浩然自己摔的 他也没有说要陈雅培的 您别太操心了 那丫头从小就这个死性眼 我是怕 陈叔顾作开解地露出了一个笑 但是眼中的担忧 丝毫不解 太太 这件事情 我真的可以 苗守住很是热心 苗守住 不用了 我们自己解决 林于晴抬手 制止他说话 林于晴是真的不想跟南宫家 牵扯太多的关系 现在牵扯太多 将来分开 就更加麻烦 这一个礼拜 南宫成一位出差 没有再回天美公馆 好吧 苗守住摊开了手 太太 这些都是小事 是啊 对南宫家而言 鸡毛蒜皮的小事 对平民百姓来说 却是天大的事情 林于晴当然知道 苗守住并没有恶意 但是没有必要 再纠结在这个话题上 对了 苗守住你来 是为什么呢 林于晴换了个话题 哦 是这个 苗守住从包里 拿出了一份 装真精美的请柬 林于晴打开了请柬 是在南枝会所举办的 亲子家庭日活动 家庭日 亲子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林于晴 奇怪地看向苗守住 在南枝会所办 正好那天 boss有空 所以想和太太一起去 苗守住的脸上 飘过了一丝 寒意不明的红韵 就在明天 太太应该也有时间吧 没有 林于晴不带丝毫地犹豫 开玩笑 要是去参加什么 家庭日的活动 还隐婚 隐婚个鬼啊 苗守住露出一个 受挫的表情 太太 boss的空闲时间 不容易安排 苗守住隐晦 又隐晦的暗示 如果他有事 就忙他的事好了 南宫城又不是第一天忙了 林于晴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觉悟 再说了 他自己也有工作 既然大家都忙 那何必动不动地 就凑在一起呢 其实 其实 是老太爷想见你 苗守住只能和盘拖出 老太爷没让boss去 boss自己 听到南宫城的爷爷 林于晴犹如一根弦 从身后被拉起 南宫爷爷 挑选家庭亲子日的时候 见自己 其目的 不言而喻 他和南宫城 已经结婚两个月 周边没有一点动静 不过 并不代表 没有人盯着他们 毕竟这场隐婚 是身负重任的 boss特意让我跟您说这个 他说他会处理 可我要是不说 太太你根本就不想去吧 苗守住也是个人惊 他从林于晴的脸上 看到恍然大悟的纠结 连忙 以退为进 当然 如果太太您还是不想去 boss可以帮您 南宫爷爷 要回去现场 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林于晴明白 他已经不能再以平常心 对待这场隐婚的交易 好在才几个月 或许还来得及止损 嗯 他很喜欢这些 也喜欢小孩子 苗守住做梦的想不到 林于晴在想着解约的事情 还为林于晴的改变主意 而高兴 林于晴点了点头 心里想着 横竖这道关都要过去 不如趁现在把话说清楚 或许会惹恼南宫爷爷 那最多就是把自己手上 那些临时集团的股份 赔出去 以做赔偿 如果这次能够抽身 那至此之后 就和南宫城再无交集了吧 之前的几个月 就跟做梦一样 林于晴侧身 望向了窗外 迎面而来的微风 吹起了他额边的碎发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坚毅隐婚 请风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演戏楼 第四十四章 奢华的家庭日 第二天 阿海开车 把林于晴送到南支会所的路上 车在广播连续播报 金城林氏集团 股票骤然暴跌的消息 林于晴翻开手机 看网上的消息 各种小道消息 内幕不断 林于晴所在的货运圈子里 有个愣头青 报了一件事 说是基督警察 在海港县摸出了一条贩毒长线 现在 整条海港县 都被封毒调查 海港县上所有的货物 都被封存扣押 林晴儿的货运公司没有开张 但是承包海港县后的货运业务 都已经封包给了下游的供运商 所以在海港县上 有相当体量的货运生意 现在那么多货物 被基督警和海关扣押 还有很多是生鲜异腐的 客户找不到林晴儿 都跑去林氏集团去闹 整个局面 都处于难以控制的境地 群里的货运大佬都在叹息 林晴儿步子迈得太快 拖累了林祥玉 被这么一闹 林氏集团不死 也是元气大伤 也有些阴谋论说 这就是江氏集团的一个坑 南公家和林晴儿合力地 把他们的海港县吃下来 如果忍气吞声 就不是江家人了 江氏集团不敢动南公家 对付个小小的林晴儿 是再容易不够的事了 但是还有些人比较乐观 说是林晴儿毕竟和南公城 关系非浅 南公城怎么可能 让江氏集团 欺负到她的头上呢 林于晴一条条地 看群里的聊天内容 心里在冷笑 林晴儿不是林祥玉的好女儿吗 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 林祥玉不知道能不能兜得住 或许林祥玉还打着 南公家的如意算盘吧 那就趁这个机会 解除隐婚的合约 触怒南公家 再给林家泼上一盆脏水 对林于晴来说 只要能够让林祥玉 和谭景华那两个贱人糟心 她多少代价都愿意出 当年可以为了这个 答应隐婚的条约 如今也能再来一次釜底抽薪 区别就在于 她对南公城的心境 已是不同 南公城会怎么想呢 有那么一瞬 林于晴的脑中 闪过了这个念头 她慌了慌脑袋 其实这件事 对于南公城来说 本就可有可无 她按照家族安排 与她结成了夫妻 在婚姻生活中 给予了尊重 这是她的教养 换句话说 她现在的这个角色 换成王于晴 刘于晴 对于南公城来说 没有任何的区别 说到底 还是自己变了 在乎了 就会懦弱 本以为还有三年 使她胆怯了 南支会所入口大门 是一整排汉白玉雕的 十二大天使浮雕 天使的羽毛 都雕刻得细致如微 仿佛下一秒 就会飘落在地上 马沙拉蒂被引导 停在了门外的停车场上 整个停车场 就是个豪华的俱乐部 相较而言 林于晴这台 马沙拉蒂 不起眼得很 阿海不能再进去了 南支会所的司机 从齐齐整整 停在道路两旁的 两排宾利中 开出了一辆 载着林于晴 继续地往里走 这些宾利车 是南支会所会员的 会所之中 独立的配车 会所太大 不开车 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林于晴坐在了后座上 看着路边的车 除了宾利 还有几辆 价值几千万的 限量级的豪车 那些 也都是配给会员的 林于晴随口问向司机 是 林小姐 南支会所配给 会员的内部游览车 必须比会员自驾的车辆 高至少一个档次 司机礼貌回答 那么好吗 林于晴咋舌 兴趣被勾了起来 那如果会员开过来的车 比你们的车 档次都高呢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那就允许会员 自己开车进入 但是很快又补充道 南支会所 与各品牌车商关系都很好 世界级豪车 即便是内部销售 都会配给我们一个名额 所以 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林于晴也属于有钱人 可是在南宫家的面前 总是有一种赤贫的感觉 也难怪外面停车场都是豪车 每一个来南支会所的人 都不想被比下去吧 林于晴又想起了一件事 那 南宫城的车呢 在林于晴的印象中 南宫城的车是很低调的黑色 没有车标 空间比一般的车要宽敞很多 但是并没什么奢华的感觉 南宫先生的车 是南宫家自有汽车工厂专场专造的 听说 这窗玻璃 都是用纯度几乎微透明的钻石做的 林于晴不能免俗地 伸手摸了摸编利的车窗玻璃 仔细回忆 这种普通的玻璃 与钻石玻璃有什么不同 司机从后视镜看到林于晴的动作 哈哈大笑起来 都是传说了 平时南宫先生都是坐专机过来的 我连他车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林于晴也因为自己傻气的行为 笑出了声 低头 不好意思地 拂弄额前的头发 车子开到会所后面的花园中 碧翠的草坪上 已经支起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帐篷 不时有小朋友在帐篷间跑来跑去 司机下车 为林于晴打开了车门 林于晴还没有下车 会所的女佣已经撑起了正阳伞 站在了车边上 林小姐 补妆间在那边 您跟我来 女佣带着林于晴往一处双层小楼走去 双层小楼的一楼都是一些精美糕点和颜料 二楼是十几间独立的化妆间 天气热太阳也大 女佣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补擦防晒和补妆 这样的设置可以说是极为的贴心 女佣带着林于晴进了一号房 林于晴发现 里面的护肤品和化妆品都是自己常用的 问道 啊 这么巧 都是我用罐的牌子 林小姐 这些东西是没有守住专门交代的 女佣说话的声音柔柔的 土字却是极为清晰 应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的 林于晴点了点头 她观察了化妆间一圈 女佣仿佛知道她心里所想一样 拉开厚厚的窗帘 这间化妆间还自带一个阳台 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坪上的活动 帐篷区的后面 游戏区已经设置好了各式各样的游戏项目 父母带着孩子到处参加亲子活动 孩子在游戏区有专门的保护安全与游玩陪伴 父母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 也可以站在一旁的凉棚下 与其他孩子家长交流 林于晴在人群之中 看到长遥长身而立的身影 她身边站着一位青色蕾丝鞋尖 连衣裙的女子 那女子背影端庄 雪白的脖子如天鹅一般高雅纤细 大概就是唐瑶的妻子 万婉吧 唐瑶夫妻正和万怀之夜的老总夫妇 相谈甚欢 这场家庭日 说是亲子活动 其实是一场顶级圈子的聚会 谁知道在这群大佬的谈笑风声之中 南城的商业格局 又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突然 外围近来十几位的安保 来宾仿佛共同意识到什么 心调不宣地停下了相互间的交流 齐齐地往东边看去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赵森森啊 第四十五章 她的领带 她的裙子 林于晴也向他们目光所及的方向看去 两辆宾利车先行开进人群内圈 宾利后面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再后面跟着一辆黑车 开得极为缓慢 可是没有一个人不耐烦 待黑车开进 围拢的人都不由自主地 以左手搭在右手掌心 轻轻地鼓掌 这辆黑车比一般的宽敞一些 通体漆黑 没有车标 白车上下来的保镖 在安保的围笼下 拉开了黑车车门 南宫城先行下车 居然有弯腰从车里扶出一位白发老人出来 这位老人林于晴是见过的 正是南宫家这个商业帝国最大的长家 南宫城的爷爷 南宫爷爷身心绝爽 腰背挺直 灰色格子西装 剪裁的恰到好处 手腕和脚腕处都有刻意的收边 庄重之中 还有一些俏皮 倒是和南宫爷爷性子极相 看到南宫爷爷出来 离得最近的唐骁 和万华之夜老总 连忙凑上前去 握住了南宫爷爷的手 南宫爷爷也客气地与他们寒暄 可神态始终是淡漠疏离的 宛如王者一般 林于晴的目光 落在南宫城的身上 却是意外地 对上南宫城抬头望过来的眼神 他心眸微眯 帅气的脸庞上勾起了一抹笑 林于晴脸一红 闪身躲到了阳台的边侧 正好隐在一棵梧桐树 层层叠叠的树叶后面 南宫爷爷回头看南宫城的表情 也寻着南宫城的眼神看去 看到站在阳台上娇羞的女孩 心想明白 拍了拍南宫城的手背 带着她往凉棚走去 女佣站在门框边 双手交叠放在腹前 笑吟吟地说 林小姐 午餐会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林于晴如梦初醒 到梳妆台前 拿梳子 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女佣拿上来一条 宝蓝色礼服裙 这是描手住 主妇为您换上的 林于晴看到这条质地上乘道 都不敢用手摸的裙子 她摇了摇头 林小姐 午餐会虽然只是个简餐 您这身打扮还是不行的 女佣语调和缓 小声地劝道 这条裙子就行 林于晴指着后排衣架上 一条黑色的鱼尾连衣裙 女佣一声不吭 上前取下了衣服 帮林于晴穿上 这条裙子版型周正 可是面料弹性不够 特别是腰腹部 更是把人沽得喘不过气来 可是事到如今 林于晴也懒得再挑再换 深吸了一口气后 跟在女佣身后 穿过草坪 进入午餐会的现场 林于晴和女佣从边门进入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她们 但就在她们刚踏入会场的时候 人群都往正门涌 并不时地发出赞叹声 林于晴往人群聚集出看剧 但什么也看不清 就在林于晴想多迈几步的时候 她的胳膊一紧 反应过来 已经被拉到了角落里 梁棚内飘荡的白色帷幕 正好盖下来 遮挡住了南宫城和她 南宫城并没有穿西装 偏休闲风的衬衣 没有平时的刻板 配的领带 也是活泼的宝蓝色 没有了平时的严肃 竟生出了不少的少年气息 南宫城也上下打量了林于晴 前瘾了一会儿 呼得一把扯下了领带 你干什么 林于晴护住了胸 下意识地倒退了两步 换掉 南宫城把扯下的领带 递给了身后的苗手柱 苗手柱看了看林于晴 了然地拿了南宫城的领带 退下去 很快地又双手递给她一根 黑色领带 她的领带 她的裙子 林于晴的脑子里满是这句话 她的脸无法控制得红了 承儿 南宫爷爷的声音 永远极近 南宫城转身 林于晴正被她高大身躯挡住 再加上四周白色帷幕 并没有人注意到 南宫城的身后还有一个女人 爷爷 南宫城礼貌应声 万总来了 你 南宫爷爷说话的声音 似乎多了个转折 你领带怎么换了 觉得不大 就换了 南宫城说这话的时候 背在身后的大掌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一下子抓住林于晴 揪在一起的小手 稳稳地握在了手心里 怎么会不大 哎 我觉得挺好的呀 南宫爷爷的话 似乎意有所指 可是林于晴的视线 被南宫城挡住 她看不见 也不敢贸然地 把头伸出去 要是被人发现 她被南宫城藏在身后 两个人还拉着手 那掩昏这个秘密 就彻底不是秘密了 而如果现在 把两个人掩昏的秘密 挑破了 怕是会救了林氏集团 那一落千丈的股票 这个结果 是林于晴不想看到的 所以 她和南宫城的关系 越少人知道 越好 但是一会儿的落井下石 反倒是她愿意做的 好不好 这我心里知道 爷爷 您多虑了 南宫城似乎意有所指 可是林于晴真的猜不透 他们爷孙在打什么哑谜 算了 反正也不是顶重要的事 南宫爷爷的语气 有些无奈 稷儿说道 南宫 我们到前面坐吧 成儿 你一起来 爷爷 我还有些事 处理晚了再过来 好 那你快些啊 南宫爷爷知道 南宫城工作忙 虽然他是南宫家的长家 但具体事情早就交给了 儿子和孙子 南宫城是家族 唯一的继承人 肩膀上的担子 甚至比父亲 南宫明达还要重 大部队越走越远 李于晴连忙 从南宫城的手掌中 抽出了自己的手 想跟在南宫爷爷的后面 去空把话说完 然后离开 抽一抽手 竟是没有抽动 你松开我呀 你现在过去 不合适 林于晴一时竟然无言以对 呃 对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的确不是说话的好机会 不是说爷爷找我的吗 南宫城顿了一下 不远处的渺手柱 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哎 你别怪渺手柱 如果他不说实话 我都不想来的 林于晴不想让渺手柱被告 其实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渺手柱的表现可圈可点 是一个完美的下属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没必要让你面对 南宫城太清楚 南宫家将会加注在 林于晴身上的压力 更何况 还有那件事 你的责任 林于晴重复了一句 心里竟如被温润的水流暖过一样 舒坦而又微微地收紧 其实南宫城 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他自小就信小事成 要什么有什么 所有在与自己的事情上 他也做到了毫无保留 即便是个假的婚姻 他居然也甘愿由自己 来承担那份责任 即便前前后后的事情 都是他林于晴没有契约精神而造成的 南宫城 爷爷叫你过去 一个脸上还带着志气的女孩 站在描手住的身后 身穿杏色礼服裙 全身白的发光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演播 赵森森啊 第四十六章 饮料里的蟑螂 南宫城放开了林于晴 拍着林于晴手背说 快快待在这里 等我回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 香火箭的距离 并没有分开太多 这样在陌生人的面前 亲密明显失去了分寸 林于晴全身僵硬 带有别扭的相处 落在在场 另外两个人的眼中 各有思量 南宫城留下苗守住 离开之后 那个女孩 往林于晴走近两步 苗守住想要拦 并没有拦住 女孩穿着金色尖头高跟鞋 踩在地板上 发出清脆的落地声 林小姐 女孩皱紧了眉头 上下打量她 你认识我 林于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两个人凑近才看到 女孩脸上和身上粉都很厚 都说你有F杯 应该是言过其实了 最多是C 对吧 啊 林于晴脑子一时没有转过来 脑细胞惨烈地撞车 不好意思 我是做内衣设计的 职业病 那女孩灿然笑起 仿佛刚才的话 只是普通的寒暄 不带有一丝的恶意 可是林于晴的直觉 并非如此 两个人连认识都说不上 就能直接评价对方的身材吗 你是 林于晴问她 你早晚会知道我是谁的 虽然对你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 女孩被白色绸缎手套包裹住的食指 缓缓地抬起 轻轻地点了一下林于晴 有些东西 就跟今天在南枝的所有东西一样 你能看到 但永远不会属于你 描手住当然是听懂了 可是林于晴还是一脸懵逼的模样 林于晴隐约感受到 那个女孩的话有所指 可总是感觉哪里不对 林小姐站在这里 是要还在这里吃饭吗 女孩的脸突然变得严肃 难道一顿饭还不够吗 南宫家的饭吃多了 肚子疼 你自己能负责吗 吃饭 我 林于晴都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 要是吃了饭肚子会疼 那是厨师的责任吧 她只能这样接 你 那女孩背弃的语色 她也顾不得描手住在身边 压低了嗓子说 林芷儿 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 林芷儿 林于晴脑中的联系逐渐清晰起来 原来她是把自己当成了林芷儿 南宫城的那位绯闻女友 可不是吗 女孩满脸的不屑 你知道我最烦你们这种人 为了点迎头小力 什么倒贴的事情都能做 表小姐 您的裙子怎么了 一直插不上话的描手住 憋不住 介入两个人的谈话之中 虽然两个人这样 驴头不对马嘴地谈下去 不知道 还有生出多少的误会 我的裙子 女孩扭头 看自己礼服裙的裙摆出 不知什么时候 沾染上了一块红酒渍 这条羽毛裙是脱尾款 或许是刚才不小心蹭到的吧 表小姐 老太爷会责怪的 描手住 严禁于此 女孩顾不上再跟林于晴说话 匆忙拉起了裙摆 往补妆间走去 几乎就是那个女孩刚走 描手住连忙向林于晴 比了一个晴的姿势 并顺手 把一直藏在身后的空杯 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 太太 要不我们找一个 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我让适应帮您拿点吃的 不是说 南宫爷爷要见我吗 是 不过现在是午餐会时间 老太爷应该来不及跟您说话 等午餐会结束后 她会单独找您的 林于晴点了点头 那边一起吃饭的人 相互之间 应该有很多圈子里 才能知道的秘密吧 她自始至终 都不属于那个圈子 林于晴 在露天花厅中独自吃饭 吃到一半的时候 感到后背一阵寒凉 像是被人弯了一刀 回头找时 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逝者重新端上了一扎 玫瑰蜜露水 粉红色颜色 晶莹剔透 平底满满的 都是玫瑰花瓣 林于晴端起了一水晶杯 玫瑰蜜的露水 可在杯子刚靠近鼻子下面时 闻起来与刚才那壶水 有些不同 也许陪着母亲 跟谭景华斗了十年 林于晴潜意识 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抓起那扎 玫瑰蜜的露水 就倾倒在了地上 三四只硕大的蟑螂 被玫瑰花瓣包裹着 掉在了地上 适应吓得脸都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林小姐 这是我们工作的事物 我马上帮您清理 适应慌慌张张地往外跑 林于晴的心里 反而是成名一片 表小姐 南宫城是单传 所以这位表亲 怕是南宫城母亲那一边 万家的女儿吧 南城都说 万家女儿是淑女代表 是女性楷模 可是如今看来 用的也是和谭景华一样的 下三滥的套路 而她和万家人 无缘无故 故意被针对的原因 怕只剩下南宫城了吧 这个南宫城 真是天生就是 泛桃花的体质 走哪里都能碰到 芳心倾慕的女人 然后再倒霉到 她林于晴的脑袋上 不 现在那位万家小姐 还拿她当林侄儿呢 大概是之前 海港县与饭局的事情 也传到这位万家小姐耳朵里了 自然而然的 会将林侄儿当成情敌 这次又看到自己来参加南宫家的活动 而且南宫城在与自己说话 把自己当成林侄儿 也是正常 即便这样 万家小姐 也会做这么无耻的事情吗 现在无论她是林于晴 还是林侄儿都不重要 只是万家这位小姐的做法 真是让人感到太恶心了 这样一来 林于晴的反骨竟然生了出来 原本是想与南宫家悄悄地解除 趁双方损失都不严重的时候 可如今在林于晴来看 她为什么要让呢 让出来 让这样的女人来占这个位子吗 她一点都配不上南宫城的好 所以 便是拖上三年 也不能顺了他们的意思 会所经理站着微微地 跟着侍应进来 看着玫瑰花瓣里的蟑螂 也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南之会所来说 是重大的事故 我没有喝 也不会往外面说的 跟做事的人过不去 不是林于晴的风格 经理欠恩万谢 然后让侍应把地板打扫干净 万小姐在哪里吃饭 林于晴突然问道 经理眼中闪过了一丝闪烁 吉儿说 林小姐 他们在天水阁 边说 她一边指向了湖边 一座水泻造型的小楼 林于晴从腿上 拿起了餐巾 放在了桌子上 起身就往水天阁走去 万家 那又如何 做错了事情就要认 难道就因为是万家的小女孩 就可以一路地任性下去了吗 还以为万家家教如何好 如今看来 也就是败叙其中 家已时日 这小丫头 也是一个谭景华 从而让万家人知道 家里没有交好的 那就让外面人来交 林于晴走向水天阁 唐瑶正站在门口 她的面前停着一辆车 这边的事情我来处理 你先带千千回家 唐瑶挺身而立 头微微地低垂 细长的眼睛 此刻满是严肃 车里人说话的声音 林于晴并没有听清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估计是万婉吧 车门关上 车子渐渐驶离 唐瑶抬手 侧身要回去的时候 看见站在后面的林于晴 于晴 好久不见 唐瑶用的是问句 可她的眼神 就是明知故问 亲爱的小耳朵 专辑十分好评 送咱们的专辑上排行榜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四十七章 既然是执念 怎么会结束呢 好久不见 林于晴和唐瑶 年纪相差比较大 林于晴记得 小时候和唐瑶 追来追去玩的时候 唐瑶已经穿着 鼻挺的西装 和林祥玉 谈市场的走向了 小鱼爱胡闹 之前 唐瑶欲收还休 唐大哥 如果是说那些股份的话 我可以退出来 林于晴 目光坚定地 看着唐瑶说 我说小鱼胡闹 是因为他这么做 会让你很难做 唐瑶似笑非笑 却是明察秋毫 林于晴和林祥玉不和 这个周边人多多少少都知道 可是不和到什么程度 却没有人比唐瑶更清楚 所为唐家继承人 唐瑶有必要了解下属公司 一切情况 谢谢唐大哥 其实我 林于晴没有想到 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了解他烦恼的 竟然是唐瑶 股份竟然给你 就是你的了 这些都是股东会通过的事情 另外 我已经提议把林氏集团拆分 你所有的20%股份 会以全资子公司的形式 独立于林氏集团 真的吗 林于晴的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谢谢唐大哥 举手之劳 唐瑶把手 放在了林于晴的肩膀上 你跟我们一起长大 于晴与礼 我都不应该让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林于晴笑着眯了眯眼睛 其实唐家三兄弟 人都不错 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虽然林氏集团 是唐家下属公司 可是无论是唐瑶还是唐宇 都当他小妹妹一样 不管什么时候 都在为他着想 对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唐瑶像是才想起这件事 我 我是来找万小姐的 林于晴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过现在想想 也没什么必要了 刚才心头那阵火 被唐瑶的好消息 给盖了下去 林于晴觉得 没有必要 跟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 婉婉吗 她刚离开 我找的不是婉婉姐 千千 她和婉婉一起走的 唐瑶接着又说 雨晴 千千和南宫城的事 你已经知道了 虽然外界 盛传南宫城和林芷儿的事 可是唐瑶一直是不信的 反倒是上一次 自家小弟 在唐门施加那场风波 最后由南宫城来收场这件事 让唐瑶颇感意外 现在林于晴站在这里 再加上刚才饭局上的事情 唐瑶有理由怀疑 真正和南宫城扯上关系的 就是这个从小看到大的 小于晴 看到他们 唐瑶想起自己年轻时 在美国的事 往事一去 徒留个自嘲而已 林于晴看到唐瑶 莫名其妙地嘴角上钩 漆黑的眼珠没有了光彩 内敛地 在注意着什么事情 她不由地名嘴打断 他们是表兄妹吧 唐瑶眼中亮过了醋霞 你连这个都知道了 按辈分来说 这么算差不多 可血缘上离得很远 唐瑶这句话再明显不过了 果然 南宫家真正给南宫城定下的 就是这位万家小姐 唐瑶看林于晴一脸的挫败 只当自己原来猜测并不错 不过还是明知故问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我觉得 她不好 林于晴叹了一口气 眉头眉尾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唐瑶倒是没觉得万千不好 从刚才范局上来看 落落大方 博古通金 听万万说 现在万家有三叔 万千并不算是拔尖的 只是万千的妈妈和南宫城的母亲万如 走得近一些 所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再看南宫老太爷的态度 对万千也很是满意 参加饭局的 都以为这一次是南宫家大家长 终于出面 敲定南宫城的终身大事 一堵外面悠悠之口 没想到 南宫老太爷根本没有机会 替这桩事 就被南宫城的不婚论 给对到差点起晕过去 爷爷 我一直就是不婚族 这件事 江浩然也知道 以南宫城这种身份 胆大妄为说不婚这件事 就已经足够让大家长震怒 还扯个证人江浩然 信息量瞬间有些大了 南宫城和江浩然 一起在美国读书 一起参加过生存训练 年纪相仿 风格却是截然相反 最近这段时间 南宫家和江氏集团 的确竞争得比较厉害 但仔细想想 都是因为里面 牵扯一个林芷儿的缘故 这一下 不由的又让人想到 相爱相杀这个说法 本来这场戏一到这边的时候 就已经很好看了 没有想到 南宫老太爷 居然直接爆粗了 不婚你妹 你忘了你之前 怎么跟我说的 那是我脑子不清楚 你现在清醒了 看人 老太爷听到这句话 拐杖都甩到了桌子上 臭小子 你透露你祖宗是不是 唐瑶和南宫老太爷 相处次数不算少 知道是一个 一点就会着的泡上脾气 赶忙护着万丸躲到了一边 可怜的万千躲闪不及 被鸡飞的碟子划上了脸 当时就血流如注 好好地吃个饭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 万千没有说什么 万万确实不干了 觉得万家女儿受到了轻辱 拉着万千就要走 于是 她也只能把气子与万千 都送到车上 再看林于晴 唐瑶也明白了 南宫城那句看人是什么意思 江浩然是不婚族 这个秘密也是最近 她被江洁人逼急了 抱出来的 这个不婚应该是真的 听说这次对女人有心理障碍 和女人离得近就会吐 不过南宫城嘛 只要看南宫城 她觉得好自然就好 她觉得不好的也没什么用 唐瑶还真挺佩服 南宫城的自我坚持 这是她当年努力想做 而没有成功的事情 是的 唐大哥 你说的没错 两个人正说着 苗守柱正好出来 看到林于晴 要带她去见南宫老太爷 唐瑶插兜 太饿 看林于晴 跟苗守柱走进了水天阁 又叫住了林于晴 于晴 这算是一种执念吧 你觉得能坚持多久 林于晴回头笑着说 唐大哥 你真好笑 都说了是执念了 怎么还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呢 唐瑶被她这句话给说愣了 好一会儿才回神 却是意识到 林于晴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水天阁 一楼大厅之中 刚才是怎么说的 南宫老太爷要见她 唐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浅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四十八章 这是通知 不是征询 林于晴 进了一间茶室 焚香抚琴 气氛极雅 只是配上南宫爷爷那一身 格子西装的老柯拉的模样 总是觉得不太大调 苗守住没有进来 南宫城也不在 林小姐来了 南宫爷爷嗓子沙哑 有些疲惫 南宫爷爷好 这是林于晴第二次 正式面接南宫家老太爷 老太爷是南城商圈的神迹人物 依照南宫家的基础 历代长家 雇手根本已经足够 可是南宫爷爷 却又开创了一个时代 不过 也不是什么事情 都能顺心如意 南宫奶奶因为难产过世 就留下南宫明达一个儿子 南宫明达和万如 为了有个孩子 也是差点把万如的命搭进去 南宫城出生之后 南宫明达死活不让万如再生了 这一下 家族的全部希望 就在了南宫城的身上 偏偏有个大师算命说 南宫城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 那个大师在圈子里极其有威望 南宫爷爷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既然只有一个嫡系传人 那家族的希望 就又要转达到 那个连影子都没有见过的 小婴孩的身上 一定要是个 福星转运的天定之子 可以帮南宫家 转变这种人定凋零的情况 大师花了整整一个月 定天盘算 一张写了姑娘名字的花签 就送到了南宫爷爷的手里 林于晴 南宫爷爷开始还不知道这是谁家姑娘 身边人委婉提醒了一下林于晴的丰功伟绩 南宫爷爷的脸都黑了 南宫家特别重辈分秩序 林于晴显然是个不可控的因素 不过这是自己请的大师 总不能不信吧 就在这时 纠结的南宫爷爷意外地发现 原来林于晴的老爷 董老爷子 竟然是自己幼时的学伴 虽然各自发展不同 但竟增加了不少的亲戚 通过董老爷子 也知道林祥宇那些混账事 反倒觉得林于晴那个小姑娘挺可怜的 这段时间 南宫爷爷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走一样 脑子稀里糊涂的 就把宝贝大孙的婚姻大师给定了下来 事后后悔不迭 南宫家要个孩子而已 非要把那个小门小户的野姑娘娶回来吗 即便是要结婚给孩子个身份 等生下来再认祖归宗也不迟啊 可他后悔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南宫城领证的速度 直到两个人领证之后 南宫爷爷只能以一句我去来结尾 不过南宫爷爷有个后招 就是那份为期的三年引婚的协议 正好林于晴 也不太想把这件事情捅出去 这就给了南宫爷爷时间 来挑选未来的南宫太太的人选 南宫爷爷盘算着 等林于晴生完孩子 给一笔钱送去国外 然后就皆大欢喜 就当是荒唐一场 别太狗血就好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只是个开头 后续竟是失控的混乱 南宫城让南宫家的安保保护林于晴 派描手住专职处理林于晴的事物 甚至让林于晴进入 只有南宫家家人 才能接受诊治的南枝医院 南宫爷爷发现 他就去了瑞士疗养了一个月 回到南宫家 上下都知道 有个南宫太太了 最后来 南宫城带林于晴去林海玩 无论出什么事 都亲自出面摆平 甚至连林氏集团 那个小公司的股东会 都逾尊降贵地去参加了 最过分的是 答应了和林祥玉一家的范约 所为南宫家唯一的继承人 未免是给林家太大面子了吧 南宫爷爷此时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一句我去来形容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用猜都知道 绝对不是巧合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向来低调的南宫家 不能成为舆论中心 南宫爷爷为了找补 也不管万千 并不是顶尖的孙媳妇人选 想先行透风出去 让万家女儿舆论上位 然后借机 把林家的事情冷处理掉 结果 南宫城这个臭小子 刚才当着所有亲卷 和生意伙伴的面 说自己是不婚族 不婚个鬼啊 他南宫城 跑到江家人面前 显白结婚证这件事 还没有找他算账呢 再捅下去 这窟窿是补不回来了 你倒是看上那丫头什么了 犯得着跟我这老头子 耍那么一圈心机吗 南宫爷爷气得脑人疼 如果是别人 这种把戏 他早就一眼看穿了 关键是下套的是亲孙子呀 爷爷想要的 也就是个宗孙 至于我和您孙媳妇的事情 就别太操心了 南宫城说得轻飘飘的 南宫爷爷怎么都觉得 心扎得很疼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是不想太管 南宫城的感情生活的 可是对林于晴 他是真的不满意 一千个不满意 一万个不满意 南宫爷爷还记得 林于晴同意 隐婚生子时候的条件 要覆灭林氏集团 让林祥玉 一无所有 听听吧 对自己的爹 都那么狠的女孩 能有多好啊 凭什么让自己宝贝乖孙 死心塌地呢 他还听林海会所的管家说 林于晴曾经想打南宫城 这也太可怕了吧 你觉得万钱怎么样 不必林于晴好 南宫爷爷试探性地说 南宫城本来要起步离开 听到南宫爷爷这句话 又转过身来 他缓缓地 以单膝着地跪下 与南宫爷爷实现齐平 俊朗的面孔 无比认真的说 万小姐很优秀 也有很多比万小姐 更优秀的女性 可是爷爷 选择一个人 是因为这个比这个好 所以就要选择 那个更好的吗 南宫城伸出两只手 一高一低 林雨晴 不是最优秀的那个 她只是 正好坐进我心里那个 南宫城拼地的左手 紧紧地握成了拳 我不想错过她 南宫爷爷呆愣了半晌 直到南宫城离开 他才反应过来 又被这臭小子给绕进去了 说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清 他为什么非林雨晴不可 正在这时 描手朱把林雨晴带来 然后退了出去 南宫城在说了刚才一对话之后 留下了空间 给他和林雨晴谈 还能谈个鬼啊 南宫城 这是把吊子定下了 是不是都是林雨晴了 他已经告诉爷爷 自己的选择 这是通知 不是征询 更不是选择 南宫爷爷越想越憋屈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林雨晴见还没有说几句 南宫爷爷就开始叹气了 想来是在指责他 这段时间没有按照约定 履行义务的事 可他的确 已经无法继续履约 南宫爷爷 咱们的交易 结束吧 林雨晴鼓足了勇气 说了出来 同时 他大气不敢喘一下 仔细观察 南宫爷爷的表情 哈喽 亲爱的小耳朵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记得 一定要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哦 本集就为您播讲的这 欢迎您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隐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哈喽 我是甘草儿 第四十九章 绝对不委屈你 南宫爷爷的表情 真的可以用精彩来形容 从一开始的错愕 到不可置信 再到努力的阳端平静 这中间至少经历了 十几个微表情 你 你说什么 南宫爷爷憋了半天 竟然抛出的是一个问句 我想解除我和南宫家的约定 我不想跟南宫成引婚 也不想生那个孩子 我想 趁现在时间不长 还来得及 等等 我还是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说孩子 前面那一句 我想跟南宫成离婚 这么说 应该很明白了吧 你好大胆子 这个林家小丫头 居然敢甩了自己孙子 南宫爷爷一下子就爆了 她大吼一声 嗓门比刚才跟南宫成吵架的声音还要大 别说林于晴吓了一跳 连一旁父亲的琴诗都拉断了一根弦 争的一声 刺耳又大声 超出分贝的巨响之后 就是死一样的沉寂 林于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补充道 和南宫成吴冠 是我不好 当然是你不好 你说说 你哪里不好 林于晴本就是托词 没有想到南宫爷爷还要听他检讨 不过 这要从何说起呢 南宫爷爷 这件事情不重要了吧 不重要 我倒觉得很重要 是不是那个叫一天的 啊 林于晴心里慌了一下 看来南枝大学后接 他拉着一天那些玩笑话 也传到了南宫爷爷的耳中 不 不 和一天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南宫爷爷从桌上拿出一只笔秧的仪器 按下了工放 里面传出林于晴的声音 那种临危不乱的才是真男人 南宫成这种温室里的花朵 真的不是我的菜 声音的录制环境很嘈杂 勉强能听听他说的话 就是他两个月前在巧味和孙虚聊天说的话 林于晴脸都变了 南宫爷爷又拿出两张纸出来 说道 你不用惊讶 餐厅里的监控再加上技术复原 只要我想查就没有查不到的 林于晴看南宫爷爷递过来的纸 是两份员工登记表 有唐门世家盖章的一张 因为时间较长 纸张发黄 边角卷起 可是两张登记表上的人员名字 都是一天 而且照片也是一个人 区别就在于 唐门世家的时候 一天看着年岁更小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南宫爷爷被林于晴那句离婚 给气糊涂了 非要证明 林于晴要跟南宫城分手 就是林于晴自己的问题 和他宝贝孙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林于晴却真的是很惊讶 他原来觉得 一天给他的熟悉感 是因为他的职业和上一次车祸 没有想到 他竟然真的是五年前 把自己从血泊中抱起的人 那是一种年微时候的救赎感 颇有宿命的意味 你还敢走神 南宫爷爷看林于晴半上不说话 若有所思的模样 让他更是生气 对不起 林于晴匆忙道歉 你果然心不在焉 我再跟你说话 你心思都不放这边啊 南宫爷爷 好歹你也是行业大佬 别那么小孩子脾气好吗 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吧 南宫爷爷还是不依不饶 林于晴叹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 他只想尽快结束 南宫爷爷 我和一天真的没什么 不过既然你要这样想我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就当你 也同意我跟南宫成离婚的事了 我同意 我同意个鬼 不是 不是这个 林于晴被绕晕了 他友善地问道 南宫爷爷 你找的这些证据 不就是想让我和南宫成分手吗 逻辑上没有问题啊 这件事情无论真假 他们南宫家 都隐隐泛着绿光 如果不是想把他林于晴扫地出门 为什么要拿出来呢 展示他们的调查技术吗 南宫爷爷一下尴尬了 果然 每次碰到孙子的事情 他就智商掉线 南宫爷爷 我这一次 是很重重地考虑过的 感情和婚姻 都不是交易 你或许会觉得我矫情 如果是以前的我 也会这么想的 可是我在想 如果这样草税地结合 然后再不负责任地分开 对他 对我 都是不好的 我听出来了 林小姐 恐怕你不是真的想走 你是想成为南宫家正式的女主人呢 南宫爷爷喝了一口茶 气息烧平 既然大家把话都说开了 我也实话实说 对于你和尘儿的婚姻 在你们刚临正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林于晴弯弯地眉眼中大 盯着南宫爷爷的脸 你想到的 我怎么会想不到呢 你说的只是你和尘儿之间的事 恐怕你自己都没考虑过 如果那个孩子真的出生了 十月怀胎 你觉得你能做到 义无反顾地离开 林于晴想说话 被南宫爷爷制止了 即便你舍得 将来成儿会再娶气 而这个孩子 就会成为他们夫妻间最大的姐弟 这些 你们都没有考虑过 所以南宫爷爷 所以 南宫爷爷再次拔高了音调 阻断了林于晴的话 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 如果你们想为孩子负责的话 那还是这样继续下去吧 话头转得太快 南宫爷爷差点咬到自己舌头 南宫爷爷 你说的对 不是 你说什么 你明白就好 只是你们的关系 得注意一下 千万别让人发现 特别是 也是为了股市稳定考虑 再过个一年两年 爷爷给你们不一场盛大的婚礼 不委屈你 不委屈你 南宫爷爷眼睛直直地看向门外 仿佛那边有个指挥棒一样 林于晴回头 门口明明什么都没有 南宫爷爷 我想你是想 别想太多 那个为了孩子 隐婚什么的肯定不合适 虽然你现在的身份 身份其实也没关系 回头爷爷给你公司主资 帮你的公司上市 这样亲戚那边也说得过去 哎呦 你看我老糊涂的 那群亲戚谁管他们呀 还怎么想怎么想 南宫爷爷急得额头冒汗 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所以说 人是不能有弱点的 如今他那个宝贝孙子 就抓着他的软荡 让他原则全无 可是我 林于晴连话都查不上 别可是了 赶紧回去歇歇 晚上爷爷请你们小两口吃饭 就这样 南宫爷爷一把把林于晴 退出了屋门 并快速地把门关上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千亿引婚 前夫慢慢来 作者 酒酿滚滚 我是主播 微良有爱 第五十章 不记得 没有关系 林于晴 蒙呼呼地站在门口 背后的雕花木门 紧紧地关闭 苗守住就在这时 想咪咪地走了过来 太太 我带您去楼上歇一会儿 嗯 林于晴脑子还是晕的 按刚才和南宫爷爷 所谈话题的进展 此刻应该是一切结束才对啊 怎么突然 隐婚条件取消了 然后爷爷还一脸 祝你们幸福 我绝对不是障碍的表情 林于晴 咪咪咚咚 一路跟着苗守住 上了电梯 踏入一片白色走廊之中 待遗门拉开 林于晴这才发现 他进的是南宫城 在南之会所的休息间 南宫城的休息间 占了南之会所一个平层 以白色为主调 装修是简约与高贵 与南之会所整体奢靡的装修风格 不尽相同 林于晴上次来的时候 比较匆忙 没有仔细看过这层房间 如今他坐在沙发上 竟发现 这沙发和他在天美公馆的那一座 是一样的 天美公馆里摆放的那款沙发 是林于晴最喜欢的 柔软的就像白云一样 躺上去 整个人都被包裹在里面 描手住有事出去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林于晴 偷偷地躺在了沙发上 那种柔软感 还带着轻盈的弹性 感觉比天美公馆的沙发更好 沙发下缘还有加热 林于晴被捂在沙发里的时候 温热地柔软让他生出了一种 不愿起身的眷恋 他开心地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靠近门的方向 传来一声不露痕距的笑声 林于晴连忙爬身 可是沙发实在是太软了 林于晴手把着边缘太过于滑腻 一个不小心 栽了半个身体到地上 南宫城过去 扶着林于晴的肩膀 把他推回了沙发上 林于晴尴尬地赶紧坐起来 发现脚还光着 又忙着穿鞋 绑得凉鞋脱可方便 可是穿起来 却是要一层绕一层 林于晴秀得面孔低血 甚至顾不上 撂开脸上的头发 没事 你别着急 南宫城的声音 如同潺潺流水 不紧不慢 林于晴心虚地不敢抬头 他刚才才跟南宫爷爷谈过 要和南宫城离婚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刚才爷爷跟你说了什么 看来南宫城还不知道 没什么 他说晚上请我们吃饭 我让他们 给我重新安排一下日程 其实不用啊 你要是忙 不是更好吗 林于晴连忙起身制止他 林于晴起身特别着急 只听见呲啦一声 在空旷的房间里 这声裂薄破碎的声音特别大 林于晴不确定 衣服是哪里被崩坏了 不过 应该是紧了两个多小时 腰腹部吧 因为他明显感觉 呼吸顺畅了许多 想我帮你吗 南宫城看到林于晴 一脸出球的表情 满脸的笑意 哦 好 谢谢啊 林于晴当他要去帮忙 叫个女佣进来 很明显的 他疏忽了那个我字 南宫城直接过来 帮林于晴 把连衣裙后面的拉链 往下拉 你做什么 林于晴红着脸 跳了开来 这个样子 你会收复一些 南宫城早就看出 林于晴被这身 不合适的连衣裙 勒得有些紧 也真是他才能撑得住 换做别人呢 早就累得晕过去了 林于晴即便知道 南宫城好心 也不能接受他的做法 他如此坦荡 仿佛两个人 真的是老夫老妻 明明不是好不好 两个人只是没有 任何感情基础的前提下 有的一纸婚约 可并不代表 他们就可以是真正的夫妻 那种灵肉合一的前提 他们没有 没有肉 更没有灵 南宫城 对此安之若素 是因为他教养好 林于晴 为自己曾经对南宫城 有非分之想 感到羞愧 子晴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用那么拘谨 南宫城温和地说道 这一点 林于晴也想做到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你的面前 变成这样 背后凉凉的 他坐回了沙发上 向后紧贴着沙发的靠背 爷爷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 嗯 林于晴从来没有觉得 南宫城有什么事情 是处理不好的 事实上 他的每件事 都做得那么完美 完美得跟神一样 很多年以后 南宫城俯瞰 他脚下的商业帝国 他握有半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却再也没有为一个人 细致如微的心思 我给了一个人所有的好 或许是累了吧 南宫城低低地说着 身旁的渺手柱 满眼的苍凉 子晴 南宫城看出了 林于晴的心不在焉 又在一旁叫他名字 嗯 我叫林于晴 林于晴再次别别妞妞地说 南宫城的眼里都是笑意 我觉得子晴很好听啊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叫我呀 就是在叫你啊 是你自己不记得了 南宫城的声音 如同风川竹叶 唇厚好听 林于晴仔细回想 却是没有一点点的记忆 她摇了摇头 不记得也没事 你不记得的事 太多了 南宫城的手掌 附在林于晴的长发上 初见的时候 她还是个三岁的小女孩 能写出自己名字 在同龄女孩之中 已经是相当优秀 写个错别字 也是很正常的 林于晴当南宫城 在责怪自己 她低下了头 睫毛微微地颤抖 两个人之间 突然又没了话题 嗯 股份的事 林于晴在脑海之中 努力搜刮出一件事 林晴儿用海港线 跟人签了对赌协议 被江汉人识破了 要我出手吗 南宫城的手指 放回了唇边 满满地询问 不用啊 林于晴觉得 林晴儿这是自己作死 她又问道 我本以为你会帮忙的 海港线 不是你给林晴儿的吗 我给她海港线 是因为她帮我应付江浩然 但是我没让她 去和那个姓刘的 签对赌协议 这条海港线 对南宫家 或者江浩然来说 都是不大的事 可反过来说 如果被糟蹋了 僵尸集团 就不会措施不管 听你说的 很严重的样子 到底什么是 对赌协议啊 南宫城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他们满杠杆 如果海港线 年营收入超过十亿 就会有一千亿的 投资进程 十亿 林雨晴睁她的眼睛 林晴儿真的是疯了 她没做任何调研 就凭刘昌几句话 就把协议签掉 后来发现 根本没法做到 她如果做不到 怎么办呢 本集完 期待您的评论点赞 十分好评 我记得您的评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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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